嗨大家好我是洞洞 那今天是第一次以錄音的方式跟大家見面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做這種講解式的紅石膠質 好那第一次錄音嘛就難免比較緊張一點 然後加上我本來就不是一個很會講話的人 那尤其又是講這種長時間的東西 就我會講一些我會高頻率的使用高寵物性的連接詞 好好這個東西一點都不重要 我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一個8x8的火塞門 那按照慣例在我發表一項紅石作品之前 我一定會講一些廢話 不是一些是一堆 好那為什麼我稱它為廢話並不是因為它不重要啦 事實上它是這個教學裡面最重要的東西 好那所以如果你不想聽這些廢話 然後你想要快速的在你的螢幕面前生出一個一模一樣的火塞門的話 那你就省略掉這個無聊教學 只用地圖編輯器複製一個就好了 好那那如果你還是想要照著教學來做 但是又不想聽這些無聊的話想要自己學的話 那你可以從這個影片底下描述的部分來看到 就是你可以看到啊就是 我有標各個部分開始建造是哪個描述 那你只要點一下就挑那個秒數來看就好 好那我第一項要講廢話是有關於這個教學 我為什麼說這些廢話很重要就是說 其實我認為教一個紅石的東西 最重要的事情並不是 你要在螢幕面前做一個一模一樣的火塞門 是我覺得把這個門的 為什麼因為這個原因做成這樣 或者是這個地方用到怎樣的概念 這個是一個教學裡面比較重要的東西啊 好所以我說這個教學 假設我接下來錄了兩個小時 可能有一個小時都在講這些有的沒的 好好好像講了一些奇怪的話 好那這個教學呢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用的介面是英文嘛 對其實這個東西就是紅石 然後又特別是活塞機關這個領域 主要的玩家都是外國玩家比較多 那我youtube頻道的收視群 大家就是幾乎也都是外國玩家比較多在看 所以這個教學呢其實主要是拍給外國人看 不過我當然不可能用英文來講解這種困難的東西嘛 我說講解式的教學 那所以國內玩家就可以盡量聽聲音 那我的畫面會以英文來呈現 好那有關於這個教學的難度 就我必須要說如果你是一個紅石的新手的話 就可能還蠻困難的 不過你只要把最基本的東西都知道的話 基本上這個教學應該所有的東西都看得懂 我說最基本的東西就是像 比如說紅石有怎樣的特性 可以怎樣充能怎樣不會充能 然後怎樣可以輸出怎樣不會輸出什麼那些的 只要那些都懂的話 基本上這個教學就是百分之百都可以看得懂 好那如果 如果還有對活塞機關這個領域有一點接觸 有做過一點機關的話這樣會更好 好那如果是完全從零開始的話也沒有關係 因為創造這個東西嘛 其實你只要完全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就一定可以做得出來 那真的概念講解的東西聽不懂的話沒有關係 就可以先做出來再想辦法自己去理解 然後講解的部分 因為說是講解我一定會用最簡單的方式 最多人聽得懂的方式來講 好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廢話那麼重要 好好像講了一些蠻奇怪的東西 那除了有關這個教學呢 還有有關這個火塞門是什麼東西 那這個火塞門是大概一個多月前 我和外國網友ABH037一起合作的 那底下可以點一下ABH037的頻道 到時候它會出英文版的教學 好那這個門的賣點是在於它體積的大小 我們說它是所謂的配置 配置大小等於整個門的體積 那我們就很有自信的說這個絕對是世界最小 而且到目前為止 當然沒有其他的8x8火塞門的體積 是比我們現在要做的這個還要小 對那火塞配置大小這個東西是什麼意思 我們會在等一下的部分講到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還有關於說這個火塞機關可以運作的版本 那我覺得可以運作的版本在紅石推出以來到1.4都還算是蠻重要的事情 因為以前紅石出來的時候每一個版本幾乎都會做一點紅石的微調 那不管是延遲多個0.0幾秒還是什麼有的沒的 對但是大家知道紅石革命是1.5嘛 那1.5之後那些奇怪的延遲時間還有什麼的 到1.7都沒有做任何的微調 至少我沒有發現 就只有一些增加的特性然後沒有微調 所以基本上1.5可以運作的機關1.5到1.7也一定都可以運作 好那所以從1.5之後其實標註版本也不是那麼重要的事情 不過我這邊要特別標註就是說 現在最新的版本是1.8嘛 那1.8我們有找到一些一些些的微調 但是那個微調呢這樣講 這個機關可以在1.8運作 然後如果它沒有用到1.8的新物品 那它在1.5到1.7一定可以運作 但是如果你在1.5到1.7可以運作 在1.8不一定可以運作 這就是一個很討厭的微調啦 那我們知道接下來沒有史萊姆鑽這個東西了 當然這個門沒有用到 就是因為它所以同時主流都會以1.8為主 所以這個門我們是用1.8來設計的 好不過你可以看到就是我用的版本是1.6.4嘛 我用1.6的原因就是 這個門其實在1.6以上 不管是1.6先行版還是1.6.1的正式版那些 就都是可以的 那為什麼不是1.5呢 就是說我覺得有一個紅石更新應該是1.5裡面漏掉的 是鍋斧裡面倒水然後可以輸出這樣的特性 那用鍋斧比紅石磚的好處就是紅石磚容易影響到其他一些 好這個等一下會詳細再講 所以呢就是至少要用1.6 那不管是先行版或者是正式版都可以 好那你還有看到我有裝一些奇怪的模組 那當然因為是活塞機關不會用到特殊物品 那特殊物品就包括什麼指定方塊生怪磚那種生存模式拿不到的物品 還有模組裡面增加物品 對活塞機關絕對不會用到這些東西嘛 所以基本上那些模組就是直接忽略掉就可以了 我裝那些模組的用途大部分就是拍片啊 複製東西什麼的有的沒的 就不會修改到遊戲的內容 好那基本上有關於這個門所有的事情 我都已經在現在這一段就講完了 所以我盡可能接下來的教學廢話就講不少一點 好那我們就立刻開始 接下來這個教學呢我會分成11個部分來講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準備的工作 那什麼是準備工作呢 你第一個要準備的東西是準備好接下來要學這個門 好那就是我一開始有提到嘛 就是如果你只是跟我做一樣的動作 然後在你螢幕前生出一模一樣的活塞門 那其實我覺得這樣沒有什麼意義啊 因為這樣什麼東西都沒有學到 對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東西應該是 我會講解說這個地方這樣接是因為什麼原因 或是我用了什麼概念所以這樣接來達成這樣的效果 那這些東西學了之後可以應用在你自己的機關裡面 這樣才是這個教學真正的目的 好那準備的工作就是要大家先看一下底下連結的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我之前就是一個多月前我發表這個作品 Showcase的影片 那這個影片就是如果你看過的話就直接可以忽略掉 那就繼續接下來教學 那這個影片就是我要大家是一定要看過之後才來看這個教學 第一個我這個影片就是花很多時間非常用心拍的請大家一定要看 好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這個影片我是用很多分開的鏡頭去拍活塞的運作 是拍得非常清楚的 然後我還有用透視去把會阻擋到視線的那些方塊都弄成透明 那這個對於你了解這個活塞機關那它的活塞是怎樣運作是非常有幫助 那先了解這樣子之後接下來的概念講解才會聽得懂 對所以我接下來在講你的概念的時候就是我會在底下秀這個影片的段落 然後跟你說這個地方是因為這樣子的事 好所以你來看這個教學我就會當作說你已經看懂前面那個影片才看這個教學 好那你第二個要準備的東西呢就請看一下螢幕上面這個列表 這個列表呢就是如果你用生存模式建造 當然創造模式就直接忽略 建造這個活塞機關的話你會用到這樣的材料 那這個列表就沒有做得很精細說 還要分解到最基礎的材料比如說 紅石磚等於紅石粉乘以9什麼的 那那個計算就比較困難然後也很複雜 那就請生存模式的玩家自己去計算 好那為什麼大部分的紅石玩家都是創造模式 那為什麼還要做這個無聊的列表呢 其實活塞機關這個東西 它有很大一部分是站在生存裡面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活塞機關如果你用到了特殊的材料 比如說指令方塊生怪磚這些 生存模式無法取得的東西 那其實我覺得這樣子這個活塞機關 它就不是活塞機關了 因為你既然有指令你既然有生怪磚 那你就用1.5 1.7更新的那些技術就好了 那你就不需要再用它活塞嘛 所以活塞其實是專門為生存模式的準備的東西 好所以才要做這個生存列表 好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做這個列表可以時時刻刻的提醒我們說 生存模式建造這個門 要越省材料越好 所以我們會把一些 就是比較珍貴的材料 換成一些比較不珍貴的材料來替代 那當然這些替代啦減少材料是 在我們考慮完這個門的體積 然後考慮完開關門的速度 考慮完開關門美觀度什麼的 全圓叉叉叉 就是全部都考慮完才考慮 要不要節省哪些材料 那因為一個8x8的活塞門 就算再經典當然也不可能經典到很少 所以還是以運作為主 不過就是這個列表可以參考起來 那最後一個要準備的是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8x8活塞門到時候要用到的框架 就雖然很無聊但是一定要在教學前準備 好這個就只是決定門要放在哪裡啊 就沒有什麼好講 好那接下來大家看一下左邊那個門 這個就是等一下建造好之後大概就會長這樣 就是成品的樣子 好那我講解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要分十一根部分 還有為什麼要怎樣的顏色 好就是說我建造一個活塞機關的時候 我的配色方法是根據 從這個活塞門關門到開門 依序會被用到的線路來排 然後排紅色網路一把電子這樣 那排什麼顏色不是很重要 就是重點是說 為什麼建造的順序要從關門開始 而是從開門開始 因為關門第一個 它有可能某些線路可以跟開門的時候重複使用 那這個等一下會再提 那因為是關門嘛 可以利用方塊去推動方塊 而不像開門 就是你要推到中間的方塊 你一定要往活塞聖道門的正中間去 所以關門一定比開門容易很多 所以比較容易的部分我們的想法是 先把簡單的部分壓縮到體積盡可能最小 然後把最多的空間留給困難的部分 那這樣子在建造活塞機關上 會比較容易 那還有一個就是 兩種顏色之間的那些關聯性 就是也是因為剛才的原因嘛 就是我們會盡量把 關聯性比較高的顏色排列的比較近 好 那接下來每一個部分都會用一種顏色來代表 那配色不會跟左邊這個完全一模一樣 但是大部分會一樣 因為左邊這個是修好 就是做好這個門才改配色 那接下來如果有遇到陷入重疊的部分 就會先跳過去講下一個 那等到做到重疊的兩個部分都完成之後 才來做重疊的部分 那不過概念講解都會先講到重疊 然後會說這個部分我們就先跳過去 好那對於這個教學的講解就先到這邊 接下來就是正式的開始進入教學 第二個部分就是 正式要開始的第一個部分是 活塞的配置 好 活塞的配置這個東西 先講一下好了 就是 你看到我底下那些材料 好像莫名其妙跑出來就是 我把兩個段落影片剪掉的時候 我會自己做簡單的準備工作 那這些就是不用教大家也會的東西 那就自己在影片剪掉的時間先準備好再開始 好那第二個部分是活塞的配置 那我認為一個活塞機關當中 它最有價值的部分就是在於活塞的配置 那什麼叫活塞的配置呢 就是說 你要運作這個活塞機關 比如說開一個8x8的門 那你至少要用到哪些活塞來達成 達成開門關門的效果 那這個就是 為8x8活塞門怎麼做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要有這些活塞 第一個要有這樣的活塞 然後知道怎樣開門關門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最有價值 那體積壓縮速度那些其實是比較其次的東西 好那 不過這個8x8活塞門當然是以體積為賣點 因為這個8x8活塞門用的活塞配置是舊有的 就是之前已經有人用過相同 只是這個做的更小了 好那 活塞的配置就是說 你至少要用到哪些的活塞 再加上 你動作這些活塞至少會需要拿幾條的基本配線 那這兩樣東西加起來呢 是不是就會先有一個體積 那我說的配置大小就是 這個體積就是你接下來做這個活塞門的體積了 那是不是這樣就代表你的活塞機關一定是最小的 那除非你改變活塞配置的方法 對所以活塞配置其實跟體積是有絕對關係的 那 不過當然現在是體積比較重要 好 所以我會說活塞配置其實比較有價值 好那 接下來就請大家一邊看著底下的影片就一邊跟著教學做 首先第一步我們從這個門的底部開始配置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底下的影片 我們底部要收到三層嘛 那 那所以我們最少需要擺四層的活塞 那為什麼不是擺三層呢 就是 因為我們一定要多收一層嘛 才可以收到底下去吧 把其他多幾層的方塊收到其他的空間去 所以要四層 好那擺好之後呢 你可能會有疑問為什麼是擺六個 那為什麼不擺七個擺八個 那是因為 我們會在這個門的側邊擺一排活塞 一整排的活塞 然後是橫向的 那為什麼要有這排活塞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這兩排活塞它只會在開門的時候縮回來 然後關門的時候生長 動作非常簡單就可以處理掉一整排 那這樣意味著我們的線路可以減少很多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法 那總共是八排嘛 所以 底下 橫向六個 然後 左右各一排 這樣是不是就 處理完八排了 好那 你看看我現在在做這個動作就是把 接下來 就是 門本身會碰到的方塊替換成石英鑽 對 代表顏色是石英鑽 好那接下來我們 擺一下底部收其他方塊用的活塞 那當然也包括推 好那為什麼這排活塞這樣擺 就 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 我們這樣擺其實是在 製作這個門之前就先決定好這樣擺 因為這樣子可以讓我們 關門和開門的時候 重複運作的 就 可以讓開門和關門的線路重複使用來運作 對 你可以看到對照 就是其實 開門的前半部要把方塊收下去的時候 其實 它跟關門 關門的時候動作是一樣的 對 動作一樣 只是 方塊擺的位置不一樣 對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擺 那我剛剛擺的這個就是基本的配線 那基本的配線為什麼這樣擺呢 就是說 第一個你很難把這兩層活塞的動作分開嘛 那上面那個就很麻煩 所以乾脆就一起 那一起也有好處就是可以結成線路 好 那 這個就是所謂的基本配線 那我們代表的顏色是白色羊毛 好那 你可能會有一個疑問是說 從事充能這兩排活塞會不會造成什麼問題 比如說這樣 就是前面的活塞被推到不對的位置 那這個問題呢其實 不算什麼大問題 就很好解決 我們的想法是 在這個地方白一排推不動的方塊 那生存模式沒有那麼多黑曜石的話 也可以用熔爐 然後漏斗什麼 但是上面要可以放中繼器 那中繼器是幹嘛用 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這裡用黑曜石的原因只是說 清除它的用途是什麼啦 你要省材料你就用熔爐 好那 就清除它的用途是推不中 因為熔爐在其他地方是其他的功用 好那這樣你就可以看到嘛 這樣就不會產生那樣的衝突 那這排中繼器是什麼功用呢 就可以看一下影片 在 最上面也就是第三層的方塊收下來的時候 我們需要充能一排方塊 然後讓那一排方塊上面的火塞充能 所以我們需要這排中繼器 那如果用紅石火把來充能它上方的那一排方塊 這樣體積會大增 所以用中繼器搭配方塊 好那 那這排中繼器 處理可以到 是不是最多到上面這一層嘛 再搭配一個方塊 最多到上面這一層 好所以 上面這幾層都處理好之後 我們處理下面幾層就 一樣用中繼器的排吧 那擺完這排中繼器 就是可以處理到這一層這一層嘛 那我們剩底下這一層呢 我們擺一個跟它一樣高的一排方塊 然後上面擺紅石 那這樣子的原因就是 不要讓火塞配 讓陷入的配置超過這個火塞 這樣就可以節省一格高度 好那剩下這一個 向上的這個火塞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這樣子底部的基本配線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啦 那底部差不多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底部的一個東西 叫洗衣機 洗衣機這個名稱當然就 不是什麼很正確 然後 就 不是很正確的名稱啦 那 因為中文我們也 我們也不太會翻這個東西叫什麼名稱 那大家就一邊跟著做 就一邊聽我 就是沒什麼道理的解釋 好那 這個東西的英文叫做 Piston Tape 那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 一個方塊的循環器 透過火塞 然後把方塊繞一圈轉回來這樣 那 它最原始的樣子就是 我們通常是用好幾排的火塞 然後 做成好幾排的方塊循環器 然後 再透過 方塊會不會導電的特性 做成唯獨記憶體 那 這個 這個是什麼沒有很重要 就是 它最原始的樣子就是 很大一個 然後長得很像滾蟲洗衣機 那 因為 這個東西又沒有一個很很正確的中文名稱 所以 我們公會就有人把這個叫做洗衣機 那之後 中文裡面這個東西就都叫做洗衣機了 好 中文 中文用洗衣機來代表 方塊循環器 是 就是一個還蠻 目前還蠻通俗的名稱 那不過 大家還是 盡量記得它的英文是那個 Piston Tape 就是 英文是比較正確的東西 好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就是 它的公用是這樣 把方塊這樣繞過去 然後 透過這邊循環回來 然後 大概是這樣 那你看到我用粉紅色就是 到時候洗衣機那個部分是粉紅色 你可以從那邊看到 好 那 這個的公用就是說 我一開始有提到嘛 就是底下要收到第三層 那就是可能有一個疑問是 為什麼是收到第三層 那不收到第四層第五層 就是說 紅色磚這個東西 它本身是一個 導電的方塊嘛 那它擺在活塞的上面 本來還不會直接影響到活塞嘛 那 在 那如果活塞把它推上去 那它導電了 那它就影響了這個活塞 所以 如果把紅色磚往上推 活塞就鎖不回來了嘛 對 所以紅色磚它不能往上推 底部如果想要透過紅色磚 就只能透過 方塊循環 也就是從側邊推來達成 紅色磚 充能向上的活塞 那 側邊可以用的線程方塊當然 最容易用的就是 這個八層八活塞門的地板 這個是地板 就門做好之後這個是地板 大概這樣講 這是地板 所以我們就用地板 地板的方塊來達成它的循環 好 那 這個洗衣機就是 如果你從地板循環 你是不是就可以 最多充能到 這一排的向上活塞 那是不是這個就可以收到這一排 那這一排就是我們說的第三層嘛 好 那 紅色磚雖然不能往上推 但是它可以往下推 所以 上面的部分我們就會用紅色磚往下推 好 那這個洗衣機你可以看到 這個活塞它是在最邊邊 那這個活塞它也在最邊邊 那是不是就代表說 它是決定了這個門的長度 那長度是12個嘛 對 你可能有一個疑問是說 為什麼不是側邊這兩排活塞決定的 那我影片裡面不是也有秀 其實我也有秀這兩排活塞 對 但是其實側邊這兩排活塞 我說它不是決定體積的原因 我覺得它是非必要的存在啦 就是 如果沒有側邊這兩排 底下弄個八排也可以打成開門關門 對 但是洗衣機一定是必要性嘛 這樣底下才能收到第三層 對 所以我說 我們說決定這個門的長度的東西是洗衣機 然後長度是12個 好那 底部沒有問題之後我們就繼續 接下來就馬上看一下頂部的部分 那我剛剛說底下收到第三層嘛 所以頂部是不是就至少需要收到第五層 總共八層嘛 那收到第五層一開始就有講 要多收上來一層把方塊儲存到其他的位置 所以 我們至少是不是需要六重火塞 那 為什麼六重火塞夠用 那 等一下會再詳細的講 那 六重火塞的橫項部分一樣是擺六個 那 第一個你側邊有兩排整排的火塞嘛 那 第二個就是 其實在開門的時候 上面下面的動作是會有關聯性的 所以排數一定要一樣 好那 這個是什麼意思 等最後做好然後你看開門的時候就懂了 或者是你先看過showcase影片也會知道 好那 我們說要收到第五層嘛 那 第五層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那 火塞是不是至少到這邊都要升場 那 這個在門中間嘛 你旁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充等它 所以 這時候我們就需要一個可怕的東西叫做紅石磚 紅石磚就是放在那邊就具有紅石能量了 然後它就永遠都不會熄滅這樣 好那 紅石磚要放在什麼位置呢 就是 如果你放在這裡 這樣方塊收不回來不行嘛 那你放在旁邊一格 那它推下去就 永久性的充能這個火塞嘛 大概這樣子啦 然後就收不回來 所以呢 你可以放紅石磚最近的位置 當然就是兩格外 那既然是放在兩格外 我們就至少需要兩重火塞來控制它的收法 所以我們就擺兩重火塞 那這個兩重火塞 除了控制紅石磚推出去 收回來之外 它還可以同時把 收上來這層方塊 然後 推到旁邊去 想想想 對 那為什麼儲存方塊可以推到這裡呢 就是說這個紅石磚需要推出去 然後往下推兩重火塞 就往下推兩層 那往下推兩層呢 我們可以擺最低線路 呃 我們可以把線路擺到最高的位置是這裡 如果擺到這裡呢 那 上面往下一層 那這一層是不是還可以靠BUD嘛 所以呢 最高的線路是在這裡 那就代表說這邊是可以儲存方塊的 就 如果我們擺在這裡嘛 那就已經可以達成所有的動作 所以後面這裡的位置用來儲存方塊 這樣就比較簡單嘛 那我剛剛有講說 呃 不是剛剛有講 就是如果你是九層九活塞門的話 那你往 你這個紅石磚要往下推三層 那推三層的話 你的線路最低的位 呃應該說最高的位置就變成是在這裡 變成在這裡 變成在這裡 那你就要再往上收一層 然後再收到這裡 然後再收到這裡 所以九層九的活塞門其實非常難 那我也不太會做 目前沒有要做的意思 好 那 剛剛講完了就是 可以擺在最好的位置是這裡 那 接下來我們就把儲存方塊用的活塞 還有 怎麼儲存方塊那些的方法 好你可以看影片嘛 就是 我這樣放 就是 其實大部分的活塞主要是在 關門的時候動作 開門就只有一個收回來而已 好 那這樣子擺呢 你可能會覺得說 它動作有一點複雜 對 它的確有一點複雜 那為什麼 很複雜的東西我們還要用呢 因為 這個 這樣子的擺法是 我們想出來 呃也不知道我們想出來 就之前有人用過 好 那這個是 最省寬度的一種 排法 就是 這樣子 你看這樣子佔三格寬 好 所以決定我們 這個門寬度是 這排火塞 還有 底下這排紅石 對 然後總共是九格寬 那 這個只有三格寬 就很省空間 就是很省寬度 但是 複雜的部分就是 我們需要花多一點空間 但那個還可以靠體積壓縮 來解決 好 那我們擺上一些基本的配件 這排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 這裡你可能會有一個疑問說 為什麼要擺在這個旁邊一排 然後又要處理B5D 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擺在這排嘛 那第一個 它會直接影響到這排 所以就不行 那 它影響到這排以外 那這排 就沒位置放了 放在這裡就衝突 所以就要擺這裡 那B5D我們等一下會再處理 那這裡呢 如果你擺全磚 它就會影響到這個火災 這個火災 這個火災 所以這裡你要用半磚 那基本配線的半磚我會用別的顏色 那之後的半磚都會是一樣顏色 因為半磚的顏色沒有那麼多種 好那注意 所有紅石機關裡面 半磚這個東西都會是倒放的 因為 你倒放的上面才可以放紅石粉 放供應器 好那你正放你也不知道那個高度是什麼意思 好那 接下來就是 稍微示範一下這個 這個大家可能比較少見了 就比較少這樣用 但這裡是這樣 就 用半磚的話就只會充能這排火災 好那 這邊的基本配線完成 我們就來看 這兩層火災的基本配線 好那 第一個疑問是說 這排推出去之後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會被 這個的BUD影響到 那我的答案是 的確會 所以 我們就不會用這排 因為這排本身是六層火災的配線 我們就不會用這排來控制這個兩層火災 那我們會盡量避開衝突 好那 接下來就是 我們會把基本配線擺上去 那我們從前面開始擺好了 因為這排不能用 那我們可以擺最近 然後又可以用 是不是就在這排 這樣推出去 那他還可以用BUD衝能 好所以 那 後面那一排呢 我們是不是就 一定要擺成這樣 或是擺到上面一層 對 那我們的配法是擺在上面一層 為什麼我們要多處理這個BUD 然後把它提高一層 就是說 門的 最低的位置 應該說 門頂的位置 是在這裡 那這個 如果你上提一層 那這邊的空間就可以 多一條線出來 這個空間我們會保留給綠色用 對 所以那個空間就是 我們在建造的時候有先想到 就保留了起來 好那 兩層活塞的這個東西就 只要兩層 兩層活塞那個部分再來講 那接下來嘛 就是 看 最困難的六層活塞 那 這個 這排紅石它是處理 這一層和這一層 那我們接下來兩層 每兩層需要一排紅石嘛 那我們就 完全都用一樣的配法 這樣 這樣子配 那 這種配法就是 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是像這樣 那如果我今天 去飛出去 那我要用這個洞 要怎麼辦 我又沒有任何的東西可以用這個洞 那我們就是利用 這排的BUD 因為你看它其實還有BUD能量 那我們就要靠一點小技巧 所以接下來 如果任何一種 就任何一個BUD要動到 這個的話 我們就用這樣的講法 嗯 你先 永久性 不是永久性 就是 先給它一個能量之後 這個能量斷掉的瞬間 再給它一個能量 就會觸發另外一個BUD 就會觸發到BUD 那 我也沒有辦法很清楚說明什麼 就 就 就這樣 大概是這裡 這樣子 好那 這個收回來BUD 這個 這很好處理 就到時候我們再講 所以 基本上這個配法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好那 那 接下來還有一個 處理不到頂層 那如果這樣擺 或是這樣擺 你看都超過一格嘛 所以我們就 寧可用體積大一點這樣擺啦 就是 這樣擺 就雖然體積大一點 但是我們會在體積壓縮部分 處理掉這個問題 好就是 多重活塞嘛 最底的那個活塞使用次數一定最少 所以其實這個體積大一點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就不會造成壓縮上太大的困難 好那 最後還有一個中心就是 大家看一下影片 影片中這個紅石磚推出去的時候 我們要 製造一個 1TICK 但是又是 透過紅石磚BUD的 1TICK生產 那這個1TICK 是什麼用途 我們會在 六重活塞的部分講 那這個1TICK 它很麻煩 因為它是透過BUD製造 你要給它一個方塊更新 那 這個方塊更新就很麻煩 因為我們想很久其實也找不到什麼好辦法 那我前一個8x8活塞門用的辦法 那個有方向性的BUD 這個在紅石裡面 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對 所以 最後我們解決的辦法是這個 在這裡把一個活塞 然後 它 紅石磚推過來的時候這個生長 那 推出去這個方塊就 更新下面那個 活塞然後造成一個1TICK的生長 那這個方法 每一次都穩定的產生1TICK 然後也不會 不會有發生性的BUD 好那 這個東西呢 雖然它是後來 後來才用到的 它 不算是一開始就配好這個活塞 但是 因為有這個活塞 那我們就 不要讓它重複到 所以 我們就 把那個拆掉 然後換成這個 那這個 在關門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透過其他地方讓它生長 所以 它其實也是活塞配置一部分 就是它也是一開始就想好要有的東西 好那 基本上 活塞配置的部分 就到 到這邊結束 那 應該 應該不會有什麼不太清楚的概念 我還沒有講 第三個部分 是 底部的關門 那 我既然提到說 關門了 那是不是代表我們 正式要開始接線了 對 也就是 現在開始是體積壓縮的部分 我一開始提到說 博塞配置的大耳等於整個門的體積 那是 就是代表說 我們要把 我們點一下接的所有的線路都控制在現在這個體積裡面 對 也就是 這個門最精華的體積壓縮的部分就開始了 好那 既然我說關門嘛 那我們就先從 開關這個東西開始 好那 我個人對於 開關這個東西 就是 倒有一些奇怪的執著啦 就 越到後期的作品越是這樣 那 我認為開關的那個方塊 它一定要是紅石燈 而且它不可以被旁邊的陷入影響說 拉桿拉下去 然後拉桿拉起來它還是亮燈 對 然後 這個紅石燈呢 就是 我覺得 紅石燈的開燈一定要代表開門 關燈一定要代表關門 那這個跟外國人的習慣其實不太一樣啦 那 就 沒什麼 它就是一個奇怪的執著 也不要 也不要問我是什麼原因 好那 這邊 這個 本來我這一塊是用橘色的 但 因為它是跟紅色連在一起 這個是側邊火災的部分 就是它會充能側邊火災 但這個是洗衣機的火災 這個不是側邊火災 好所以不能充能到它 那 還有一個就是拉桿的這個位置 因為你看 門的 寬度是在這裡嘛 對那 一般外國人的習慣 他們可能會 他們可能會把開關的位置調整到 就是在提機的外面 或是這裡 但我 我個人是喜歡 開關這個東西也要算提機啦 所以 就是也是跟外國人的習慣不太一樣 然後 奇怪的死錯 好 好 這個 這好像講了一些無聊的東西 好 反正我開關就那樣做了 自己想這麼蓋就怎麼蓋吧 那這邊放兩個火災 然後這裡放一個紅石磚 這個紅石磚呢 我們在藍色的部分會用到它 那當然現在這個地方也是會用到它 這裡我們要做一個 因為現在是 關門嘛 這樣子開門 那我們 拉下去的時候關門 底部關門 所以在關門的時候產生訊號 然後 這個中醫透過這個方塊然後接下來 然後這邊接一個4TIC的重機器 那 這個東西呢 就是大家看一下 關門 對 關門的時候產生訊號 好 那這個為什麼是4TIC呢 就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裝飾 我們透過 兩個 永久 感覺像是永久都充能的紅石 然後搭配一個紅石火把 那這個具有一個很特殊的特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這個火塞在生長的時候 那它一瞬間 這個方塊先變成透明 然後到這邊才恢復成 才恢復成透明 那這個瞬間會讓這個火把有一個1TIC的閃爍 像這樣 我們看到它閃一下 那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不過這個很好用 因為 火塞會推出去拉回來 那就可以簡單的產生兩個1TIC 那我們看一下影片 就是 你看右邊兩個火塞跟 左邊 左邊兩個往上的火塞 它們是不是都會 動作兩次的1TIC 那右邊那個會動作第三次 那第三次我們等一下再處理 對那 現在這邊呢 我們就把這個兩次1TIC 我剛剛說的這個4TIC 就是說這兩個1TIC的間隔 間隔時間是4TIC 這樣才不會太快 好那 所以第一步是側邊這裡 好那 這些方塊 在開門的時候 收成這個樣子 那個都是 就開門的時候 為什麼要收成那個樣子 就是為了到時候要重複使用 那 重複使用就是 加 就是在火塞配置的時候 你 就是我也有示範嘛 就是兩個對照 好所以呢 接到這邊之後 然後這邊 這邊接一個 同時 然後接一個 中繼器 然後這裡接一個方塊 然後這裡呢 要換成半轉 不然會影響到他 會影響到這個火塞 然後這邊再一個中繼器 然後接上去這邊 就是代表說 這個東西呢 他的 他這個動作完之後 換這排動作 喔 剛剛忽略掉 然後還有底下這裡 透過這個方塊 然後接2TIC的眼鏡 那 要用兩個1TIC的中繼器 不能用一個2TIC的中繼器 不然 他的訊號長度 就變成2TIC 就不是1TIC 那他們之間的間隔時間 要2TIC 所以這個是1嘛 然後這個是3 然後底下這個也是3 好 那 接下來呢 就是 這兩個 這兩個處理好之後 我們還有第三次這個的1TIC 第三次 那第三次我們的想法就是這樣 我們在這裡放一個投擲器 這個方塊的上面 那是不是推過去拉回來 然後這個方塊是充能嗎 推過去拉回來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脈衝 那這種 肉斗搭配投擲器的脈衝很好用 就大家可以學起來 體積很小 雖然他不是1TIC脈衝 但他很常用 那記得投擲器裡面要放一個物品 那那個物品 是不是 可以堆疊或不能堆疊 現在在這邊是沒有差 然後這邊 接一個2TIC的中力器 然後接一個火塞 然後這邊 火塞上面擺一個方塊 做一個1TIC脈衝 那 第三個我們只有要讓 右邊這個動嘛 不要讓左邊的動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說 把這裡換成半磚 因為半磚不能把訊號向下傳 然後把這邊 這邊用一個方塊擋住 好 那 這裡要換成半磚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說 這個在閃爍的時候 不要影響到這個火塞 好 那 基本上 動作 前三個動作就已經完成了 那接下來就是 底下那個部分的動作 就是還要往上推2分 那 不過這個部分就是 可以先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就先把 這邊的紅色 粉紅色羊毛先拍掉 嗯 這個不是啦 然後 這邊 把這些方塊 排成 開門開好的時候一樣 因為示範關門嘛 那當然是排成 開門開好一樣 那這個 等一下我就不會再示範是怎麼排 反正就 很容易記起來啦 好 那這個是 開門 然後這個是 關門 好 那是不是他還欠缺一個 往上推2層的吧 那往上推2層的部分 我們就是從底下 那 我們是從底下2層往上推喔 我們不是從上面這2層往上推 那 為什麼是從底下2層往上推 就是 到時候會跟藍色重複使用 因為藍色是 你看一下影片嘛 他動作完之後 底下兩個往上推 然後 把一排方塊推上去給洗衣機用 對 所以要用底下兩個往上推是比較好 這樣可以跟藍色重複使用 好 那 底下往上推的線路我們從這個地方接 這裡呢 方塊過來之後 充能 充能吧 那這個是4TIC 然後這裡 放紅 然後 往前傳 這裡也是4TIC 然後 底下 這個傳過來前面這邊 這裡也是4TIC 然後這裡接一個方塊 然後 半磚的右邊這裡放個方塊 因為這裡我們要放紅獅 不要跟這個充能紅獅一樣到 然後接給最底下這一層 然後 最底下這一層再接一條 呃 一個 1TIC的岩石給這邊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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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為什麼這樣接到時候會再加 就是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問題說 是不是 充能底下這一排 就一定會充能到第二排 呃 這個是對的 但是 這不會造成我們到時候建造上 就是到時候我們接線上的衝突 因為到時候衝突我們會再排除 那這個是一個我覺得還不錯的辦法 就是 可以節省很多處理到 處理到這邊的 用的線 對 那 底下那兩層的功用 就可以再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底下那兩個接上去之後 基本上 就算是完整的底部關門了 但是 底部關門你可以從影片裡面看到 其實 它關好之後還有一些多餘的動作 那個是為了跟藍色重複使用 但是 它不會造成說 那個 就是關門說多動作幾下 不會造成 第一個 它 不會影響到 關門的時間 那第二個 它也不會影響到活塞的排法 所以 就讓它多動作幾下其實也沒有什麼關係 好 那這樣子開門 然後 這樣是關門 好 就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好 那還有一些重疊的部分 就是我剛剛說重複使用 那個 我會到藍色的部分再來講 好 那 底部的關門就先到這邊 第四個部分呢 就是 橘色是 側邊的活塞和底部的關門 那 側邊的活塞呢 我剛剛有提到嘛 就是 這裡 其實它是側邊活塞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先把這個換成橘色 就跟那個的配色一樣 然後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從 開關的部分這裡往上接 然後 這是側邊活塞 這裡接兩個活把往上傳 然後 接下來看一下影片就是 這個動作 就是 在活塞配飾的時候也示範過 那看一下順利 這排活塞呢 它要動 兩tick 然後一tick 然後再持續的伸長 那我們第一個 兩tick 我們是用這樣的做法 在這裡接 兩個中繼器 然後 用紅石比較細的相減功能把它關掉 那 紅石火把是15 紅石中繼器也是15 所以 相減 才會變成0 要用這個模式 點一下 然後 這個兩tick動作完之後換 在半磚這一排的要生長 那我們是從這個地方 從這個方塊往下接一個紅石 那 那這個也是側邊火塞 然後這裡接一個火把 火把的上面在 旁邊再接一個火把 然後 從這個火把的上面往這邊傳 這裡有一個1tick的延遲 然後再來 第二次它要動作1tick 那1tick呢 我們是從這個地方 接一個3tick中繼器 這裡一個方塊 這裡一個紅石火把 然後 從這個火把的旁邊這裡接一個火把 然後這裡接一個紅石 然後接3tick的中繼器 然後 再接一個火災 然後一個方塊 從這個地方輸入給它 那再來就是 旁邊這一排嘛 這一排我才要生長 那我們算好的延遲 是從這個地方接 然後 它的延遲要比這個還慢 4tick 也就是5tick 好 那 BUD呢我們在這個地方 這裡擺一個火在 來觸發BUD 那擺在這裡就是 等一下 這個空間我們還會用到 這個空間我們會用到 那我們先把它擺上去 這一整排延遲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 影片在開門的部分 就是 第一層的方塊會立刻收回來 然後 這個比較長的延遲 斷掉之後 就可以看到吧 它把那一層的方塊收上來 這樣之後就不需要再做更多的處理 在開門上面 就 只需要用 就只需要處理 把門的方塊收回來就好了 對所以這排延遲 其實它的功用是在開門啦 對不過 還是把它 歸類在橘色的部分 好 那其實 要歸類為綠色 我覺得也是可以啦 好 那就整排了4TIG 最後一個3TIG 或是4TIG都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 接下來呢 就是最後還有一個 持續的生長 這個 那我們呢 想法是 這個地方 剛剛好 在這個位置接8TIG的眼神 兩個4TIG的東西 好 那接下來就是 往前推一層 那一定要往下推一層嘛 所以 當這一層往前推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把它 往前推這個訊號 借一個1TIG的賣衝給它 然後 多一個1TIG的延遲 那 這裡為什麼要兩個1TIG中繼器 而不是你看到像 這個樣子 第一個會被這個火把影響到嘛 那 第二個就是說 這排它第一個動作是2TIG 那不會對這個有什麼影響 那第二次它是1TIG 那它就會直接把這個方塊推起來 那 這樣子是不是造成第三次的輸入 就不會給它 對 因為第三次我們要看影片嘛 就是第三次 第三次 第三次推完之後 它是往下推兩層 是給雙重活塞的部分處理 不是給橘色處理 所以呢 這樣子兩個1TIG 這個就可以剛剛好處理掉那個問題 好那接下來是 我們要排除一些衝突 這裡我們需要一些半磚 那接線用的半磚就 剛剛我沒有講 因為 半磚沒有那麼多顏色啦 所以我就都用一樣的 把這兩個換成半磚 那這樣子 因為這個活塞 會被這兩個全磚的紅石影響到 所以換成半磚 好那 主要的部分就 就是這邊完成 那接下來看一下 側邊這兩個活塞 嗯 還有這個啦 但是這個我們會在 雙重活塞的部分講 這個不是現在講 那這兩個呢 就是 可以從影片裡面看到 它是要更新 就是更新 那個推出去 然後用紅石磚 用紅石磚操控的活塞 那 這個更新 我們到時候會 從這個地方接出來 欸 欸 不是 我們會從這個 這個地方 然後 這邊接出來之後 再接給這兩個活塞 那 所以這兩個活塞 就 同時 同時要 用這條線去更新的 然後還要從 橘色嘛 因為側邊活塞 但 橘色左邊的部分就是 它最多 就我們做 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發現它最多 只能充能到這個活塞 上面兩個充能不到 所以 就要跟這邊的 稍微共用一下 所以我們在這裡 需要一個活塞 那 這個就是到時候會用到 先預留起來 然後呢 這邊我們就 大概是這個樣子 從這個 這個紅石書 這兩個都是輸給這個活塞 那 因為這個其實也是側邊活塞 那 如果你這個要接一整排 活塞 其實也可以 然後會比較省材料 但是這樣子 在開門的時候 一直更新方塊 那 這樣子就一整排 活塞一直動來動 這樣很醜 所以 其實每關還比 省材料重要一點 對 因為一個八成八活塞 當然不可能省什麼材料 好 所以我們就只 用一個半磚 這樣就只會這兩個動 這樣就比較好看一點 好 那這個地方 為什麼我要先跳過去 就是 這裡到時候 會有一個輸入 是給綠色的 那它關門的時候 要熄滅掉 不可以 不可以有任何的閃爍 那 它只有在開門的時候 亮起來 觸發力 那為了要讓它不閃爍 我們就要 把這個 因為這個會 閃爍兩次 才是持續的亮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閃爍的問題排除掉 我們的想法 是用投資器 然後 投資器 這個上面放有紅石 就讓 丟出去之後物品不要回來 那這裡也是 用能不能堆疊的物品沒有差 到這裡輸出 那 漏斗的上面就不需要放紅石 因為 你投資器充能嗎 那漏斗就可以透過這個 投資器 因為投資器是 可以導電的方塊 所以它也會充能漏斗 那它也會同時充能抵押兩個火塞 所以 漏斗上面不需要紅石 那因為 它丟出去 漏斗 4Tick之後會回來 呃 不是4Tick 我也不知道幾Tick 反正就是一段 短的時間 但那幾個閃爍之間的間隔 都沒有這個時間長 所以它丟出去之後物品就不會回來 然後你會聽到投資器 可以空丟東西的聲音兩次 好 那這個就可以讓 這個火把在關門的時候不要閃爍 那這個是等一下綠色會用到的東西 好 那 橘色還有一些部分就是 側邊這個底下的火災 那我說因為每關所以不接在右邊 那這個就是 因為它有跟藍色跟紅色的線路重結到 所以我們到藍色的部分再來處理這個 那當然還有一點點跟綠色重結到 好 好 那接下來就大致上是完成了 我們就做一個功能性的出版 那 注意喔 我這一排放的是白色羊毛 也就是基本配線 因為 它只是幫助這些石英磚推動用的 它是不會推到門裡面的 所以我是用白色羊毛 對 這個配法一開始就想好 需要有這一層來幫助推動 好 那底下剛大家看過了嗎 所以就直接測試一下上面給大家看 好 側邊這個有嘛 那這裡是不是還欠缺一個雙重火災 對 那 雙重火災就是下一個部分要講的東西 好 那馬上就開始第五個部分 也就是 剛剛說欠缺的雙重火災 好 那 雙重火災這個東西呢 你不要看它很小 就是它其實是非常必要的東西 就是六重火災 我們一開始就有提到 會有一個雙重火災 然後把紅子磚往下推兩層 所以雙重火災是絕對必要嘛 那當然還有開門上面要兩重火災 把門的方塊推到正確的位置 那我們就 因為要節省空間 所以我們就乾脆把這兩個兩重火災共用 那 這個共用會產生的問題 就當然我們也會排除 那 主要會衝突的部分是綠色 那綠色我們等一下 是下一個部分要講的 好 那黃色和比較多顏色有重疊 雖然它很小 但是其實我是覺得 它是一個還算有一點困難的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跟橘色重疊 也不算 就是 它其實也是頂部關門的一部分 那我們就用橘色 那這邊呢 我們需要一個Batik的延遲 那這裡如果用全磚是不是影響到這個火災 就有BUD嘛 所以我們要把這裡換成半磚 然後我剛剛說Batik 那這個Batik我先把它拆掉 因為等一下方便測試 所以我就先不要用 那我們這裡要預留一個空間 給到時候的六重火災輸入 所以呢 我們這裡是用一個方塊 然後用這個一點的紅石來代表 代表它的起重 那預留給青色羊毛也就是 六重火災的空間就是這裡 從這裡輸入 那橘色就是頂部關門就是從這裡輸入 好 那這邊呢 就 這裡需要一個半磚 那這裡用全磚是不是 這個火把在動作之後會閃爍 所以不行 那這裡要用半磚 然後接一個3D的延遲 那這邊 需要放一個紫色 這個是預留好的 那你可能會有疑問說 這樣是不是比較省材料 對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 到時候紫色這裡會擺一個火把 然後會用到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預留好的 好那 這個雙重火災呢 因為 我們這樣的配置方法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的來生長 這個火災 沒有辦法直接生長它 所以呢 我們就 只能生長第三個火災 那 在多重火災裡面 你要做到越簡單的回收 是不是生長越前面的火災越好 但我們又不能生長第二個 所以我們就 退由求吉士說 升長第一個和第三個就好 那 這邊就有一個特性是這樣 如果 這裡是3TIC 然後 這裡接4TIC的延遲 也就是他們的時間差是1TIC的話 這樣子 這條線亮的時候 它會推下去 但是 它還沒有推到底這條線就先亮了 那就會讓 底下這個火災充了 那 其實我解釋也還蠻爛的 我對紅石特性的解釋那個不是很會 那 你就可以 簡單的看到一個效果 就是說 我們會 就是我們會充能的是 第一個和第三個火災 像 我們用不了 像這個樣子 這個是第三個火災嘛 那你看第二個火災沒有充能 反而充能是第一個火災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的效果 因為這樣回收就比較簡單 好 那 接下來就是 還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一來是側邊火災的一部分 雖然它的位置比較奇怪 那二來也是說 因為這個是BUD嘛 那這個斷電它要收回來 所以就需要這個幫忙 對所以 我們這裡 它依然還是側邊火災 所以我用橘色 所以我們就這裡就 接一個這個給它 那 直接從這條線接 就是到時候其實也會 因為這條線來用到這個火災 對那是 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好那 有些人的電腦可能 接成這樣 在回收的時候 會有一點問題 那排圖的方法 是這個樣子 就是 我測試出來 在別台電腦 可能要這裡換成半磚 才有辦法運作 那如果你的電腦 真的很奇怪的話 那兩個都用半磚也是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 如果你電腦有問題 就是這個 這個一定要換成半磚 那我的電腦就是 都用全磚就可以了 那 因為全磚的總類比較多 所以 我在定義上 我認為全磚是比半磚還要便宜的物資 雖然它是一整塊 半磚只有半塊 好 那接下來就是收回碼 那我剛剛有講 它斷電的瞬間 要再給它一個訊號 那就會讓第二層生長 好 那斷電的瞬間呢 我們就用一個火災 那這個三Tick也是因為 斷電的瞬間 我們至少需要這樣的延遲 火把旁邊放中機器 然後接 年輕火災 這裡接紅石 這裡接兩Tick 那這樣子斷電的瞬間 這兩Tick就會亮 就可以讓 收回來的第二層火災動作 然後 這邊就是 收回來的那個 就是我一開始有提到 它可能會有BUD的問題 但是 就是說 其實我測試後來是沒有 就可能是因為 它只閃一下 所以火災就跟著閃一下 沒有BUD 但這裡 你還是需要擺一個火災 這個六層火災在生長的時候 就是也會用到它來觸發BUD 那 只是現在比較好擺 所以我就現在先擺 現在要擺 要拆掉的限度比較少 好 那 這排動作完之後 是不是 第二層就收回來 那是不是就要換 這一層動作 好 那我們就從 這個地方 從這裡 接兩Tick 那 如果你全部都用一Tick的中繼器 第一個延遲不夠 第二個就是它收不回來 所以 我們至少需要 兩Tick的時間長度 然後 如果三Tick的速度就是會比較慢 所以我們就兩Tick的時間長度 然後四Tick的延遲 對 那 如果你用三Tick 一Tick 然後這邊 這邊用紅石的話 這樣子 就是會慢一Tick收回來 好那 黃色基本上就到這邊就結束了 非常簡單 好那 直接就看一下效果 好那 你看到它收回去了嗎 但是其實 這個東西會跟綠色有點相處 那我們到綠色部分再來講 好那 到綠色也就是正式進入開門的部分 那 現在這邊呢 我就直接做一個完整 就是 算是完整的關門給大家看一下 嗯 好然後 我 鏡頭後面花了一點點頭 呃 等一下 那個 剛才我有說 為了方便先把它拆掉 那個 這個要把它放 那 接下來就是 我們就 因為方便觀察嘛 那我們就 一樣把綠色羊毛拆掉 那如果你真的忘記說 要怎麼重置回門開好的樣子的話 就 回去看一下前面 紅色和橘色的部分就好了 好那我們就 你看嘛就是 除了左邊這排活塞之外的部分都處理好了 所以那左邊那排就沒什麼啦 就到時候再說 好那現在這個就比較完整 就一個弓眼線的出版 好那 接下來就是正式要進入到開門的部分 那接下來的部分都會比前面還要困難 好 大家已經進行到第六個部分 也就是 其實這個教學已經完成一半了 好那 接下來這個部分呢 是我覺得 最難講解 然後也是這個門概念最重的一個部分 好那 這個部分的英文名字叫做 Extra Move 那中文我不太知道要用什麼名稱來講 就是 就是 在六重活塞運作之間 要把 方塊收上去然後推走 需要用到的那條線 然後那條線 因為六重活塞要運作三次嘛 那 所以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運作之前 我們都會用到這條線 好那 這條線的功用非常的重要 就是 它一方面也要為其他顏色的部分做計時 好 那這個部分主要是我設計的 那 前面 紅色 紅色和黃色是我設計 但橘色是APH不單近設計 所以橘色的教學就是其實我不太熟 就複習了很多東西 好那 綠色呢就是 因為它是開門嘛 所以我們從關門的部分 這邊接一個中繼器出來 然後 這裡接一個紅石 然後這邊接 紅石火把 那也就是說呢 關門的時候這個火把會關掉 那開門的時候火把亮起來嘛 就產生訊號 那這裡接一個向上的投資器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會注意到說 這邊嘛 那這個是不是有影響到這個漏斗 所以這邊我們就需要 需要把它換成半磚 然後這邊呢 因為上面這裡被擋住沒辦法輸入嘛 那我們就直接從底下這裡輸入 那因為裡面要放一個東西 所以它會持續的有訊號 那我們就要用 改成火把 那為了不要影響到陷入 所以我們就先把這個材料 好那 綠色的就是 這樣子 先接到這裡嘛 那接到這裡的供應就是說 就是 六重活塞運作完之後方塊會在這 那 就先接這條 那它就會收到上面這層嘛 然後再給這個紅石磚這樣推過去 好 那 這邊呢 就是 這個紅石火把會衝成這裡 那它也會衝成這個紅石 那又讓肉斗裡面的物品掉不下去 所以 這邊也要換成半磚 然後接下來就是 把一條線接給到時候 紅石磚的兩層活塞用 那這裡我有預留一個空間 應該說這個方塊就是 六重活塞會用到 所以這裡需要接一個方塊 那當然這些預留 包括前面那些預留的動作就是 後來在排除衝突的時候才 慢慢來改前面的部分 當然不可能一開始就知道 一開始就知道那個是會痛苦的 好那這個延遲是10Tick 然後注意一下這邊 這裡上面接一個紅石磚 那這個活法就是六重活塞開始的位置 那 底下這邊就是先接給 到時候會用到的那個 到時候會用到淺藍色 也就是紅石磚兩層活塞 所以 這邊到時候就等淺藍色再來 好那 這個完成之後呢 就是 我們這條線要分別很多次啟動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次啟動 就是這裡 這裡第一次啟動這條線 那你可能有疑問是說 我們剛才雙重活塞收回來的時候 他不像六重活塞會收到這一層 那 是不是他收上來這一層之後 那這裡這條線 這條線 他又動一下 那 是不是他又把這個推回來 或是他又多動一下 就造成一些麻煩 對的確一開始我在做的時候有這個問題 但是 我後來把延遲算一算就是 這個中心器 這個投擲器 這個比較器 這個火把 那他的時間會剛剛好和 雙重活塞收回來的時間是一樣的 然後就不會有衝突 對就 非常優良的設計 好 這樣講有點自誇 好那 第二次啟動和第三次啟動 我們就要從 剛剛講那個部分來 那 你剛剛看到我快速的把兩個東西拆掉 就是 我一開始其實沒有放 就 這裡要放一個投擲器 就是 我說綠色會跟橘色用到的部分 那 這個就是 開門 開門的時候他會 把這個火把關掉 那 關... 不是 開門的時候這個 關門的時候這個火把關掉 開門的時候火把亮起來 那就會 觸發這個投擲器的脈衝 那 觸發這個脈衝之後 然後我們就接一個 長脈衝的產生器 這個是我跟 DECO學的啦 就是 DECO他之前的七層七火塞門裡面有 那這個東西很好用 然後他寬度只有一個 那這個東西就 概念稍微複雜一點 就先跟著我建造 然後 等一下我再來講解 這個兩個漏斗是對接的 對接 然後 這邊 就放一個比較 氣輸出 然後 那兩個漏斗就是 計算你 你等一下的時間 就是長脈衝要多久 好 然後在這個投擲器裡面 擺一個物品 在 底下這個 這個漏斗裡面 擺 36個物品 那36個當然是 我們算好的時間 好 那 這個功用就是這樣 他 他給他一個訊號 那這個東西把物品 丟出去 丟給這個漏斗 那是不是 物品就在漏斗裡面 因為有這個火把 然後 剛剛這裡漏掉了 要擺一個紅石粉 然後把這個火把關掉 那36個物品 就會慢慢丟到這個漏斗裡面 好 那最後36個都不見之後 這個就關掉 比較去熄滅 然後這個火把亮起來 這個火把關掉 那物品就跑回頭的氣墊 所以這個位置 他就會產生一個 以36個物品 為主的長脈衝 好 那 這個長脈衝就是 等一下我們 再用一組漏斗對接 會用到的計時器 好 那 這個東西 因為他是開門 然後要 給第二次衝的那條線 用的時間 所以他在關門的時候 如果這個火把閃爍 那這個東西就會 先在關門的時候丟出去 那他關門的時候 就在計時 這樣就錯了 對所以 才會需要 一開始我說那個 感覺好像沒什麼屁用 其實超級有屁用的那個 火子器 好 那這裡接兩個火把 像這樣 然後 接兩個漏斗 其實這種長脈衝的輸出 也可以直接就用火把 這樣的下源出發 就是 他先關掉火把 然後很長一段時間 火把亮起來 這個就可以直接當 那個 計時器的功用 不過 我們要用這兩個漏斗的計時 那是什麼原因 等一下會再想 記得講 好 那大家先在這個漏斗裡面 跟著我擺 擺 16個粉紅羊毛 一個不可以堆疊的物品 10個綠色羊毛 然後一個不可以堆疊的物品 羊毛顏色那個沒有什麼差 是因為這個計時器是 可以從影片裡面看到它是 我和粉紅色和綠色 它其實是重疊到 所以我就用這兩個顏色啦 好 那不可以堆疊的物品 我用木材 因為它是生存模式裡面成本最低的 好 那 接下來這裡一個方塊 這裡輸出 那這個就是我一開始說 紅石專用兩層活塞 要往上提一層線路 然後這個空間就是留給綠色用 那這邊 接一個中繼器 然後 這裡接一個紅石 然後這邊接一個 投擲器和漏斗的脈衝輸出 給前面那個 輸出給前面這個紅石 好那這樣就會充能到這個 好那這裡的功用就是說 這個漏斗是比較困難的 那這裡總共有28樣物品 那28個通通都丟過去 因為裡面有兩個不可堆疊的物品 恩 在 在minecraft之中 就是不可堆疊的物品 代表就是佔滿一整格 那漏斗總共是5格 那15除以5等於3 所以一個不可堆疊的物品 就會產生3的訊號 那從這裡到這裡剛好是6 所以兩個不可堆疊的物品 就可以讓這個東西亮點 好那 為什麼要再分成這16個10個 就是因為說 這裡等一下會有一個部分 是跟洗衣機桶也交用到這個火把 恩 你看一下開門的時候 開門的時候 第一個六層活塞運作完之後 第二個六層活塞先運作 第二個六層活塞先運作完 這個時候就 還沒有運作完就是 已經可以讓洗衣機啟動 那 我們的想法就是這樣 呃 16個 就是 全部都丟過去之後 16個先回來 然後第17個回來的時候 就是訊號會少掉一節 那 這個 那這個就沒亮了 那這個火把就會亮起來 對 所以 那個16個就是在控制這個火把 把神抓亮起來 然後給洗衣機 然後 洗衣機呢 就 大概是這樣 就我先稍微擺一下 他到時候也會有一個 類似前面那樣的 類似那樣子的長脈衝 然後那個長脈衝是讓洗衣機做一點閃 好那個到時候會再說 那反正這裡會產生長脈衝嘛 那是不是這個火把就會一直關掉 好 那等洗衣機結束之後 再加上前面計算那個時間 就可以 剛剛 就可以 應該說我們計算啦 就可以讓這個東西 產生第三次 就第三次收回來 然後把 把方塊推過去那個 那個線路 就會產生第三次的通路 好 那 這個 裡面有28個物品 但是到時候 這個漏斗上面會擺線路 會影響到他物品丟過去的速度 那 這裡有28個 所以 理論上嘛 這裡 裡面是不是要大於28 才有辦法讓所有的物品都過去再回來 那 再加上 剛才我說漏斗到時候上面會擺線路 那個會衝突 所以 這裡我們計算最少需要36個 好 那 基本上 綠色這個最困難的部分就已經完成了 然後我剛有講到 他很多部分是跟洗衣機有重疊 因為洗衣機什麼時候啟動也是要計時器嘛 那 就這個部分還有 左邊那個洗衣機是有重疊的 好 那 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整個門最困難的部分就完成了 現在這個部分是先從 紅石專用的雙重火塞開始 對 那個 這個是 這個門裡面最小的一個部分 但是 他的使用次數是最多的 所以 不是因為他很小 然後就被我掠過 好了 那 就 現在就馬上就開始做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部分 好 我們 一開始說是從這個位置 因為要輸這兩條線 那我們從這裡接 然後這裡接一個1TIC綜藝器 這個 就包含這個10TIC的延似 反正 1TIC就是一個基本 因為這裡一定要用綜藝器才能穿給他 然後這邊呢 我們需要放3個半磚 那這3個半磚都是 為了到時候 就是6重活塞預留的空間 那其實 預留就是說 因為我們後來在排除充斧的時候 有改到這個的形狀 那當然一開始應該是以體積最小而已 那不過最後做好就是 就是 以這個形式 那我們就直接這樣 然後 然後 這邊我們要接一個 中繼器去鎖住它 因為 雙重活塞嘛 它是 後面的伸長 前面的伸長 前面縮回來之後 後面才縮回來 所以我們這樣子把它鎖住 就可以達到一個功效 像是 對樣子 忘記了 這個 BUD的觸法 那這裡要擺一個活塞 然後呢 在 這個地方 因為到時候 後面那裡會有一些空間被用到 所以擺在中間 好那 我們要達到的效果是 這樣 對大概像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 我有縮到時候會用到的那個 然後這樣子 你就可以看到 它縮回來 對 因為這個被鎖住 它會 它會在4Tick之後關掉 那你可能有一個疑問說 為什麼 這個是1Tick 這是3Tick 不用1Tick 2Tick就好 那這個3Tick呢 它是為紫色那一塊預留的 就是到時候紫色 有一個部分會用到 然後它們的間隔時間必須要是 2Tick 不能是1Tick 這樣才可以讓紫色正常運作 紫色就是 六重火災的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比較是回收的部分 那現在還是 是不是還欠缺說 這一排要閃一下 那 這個東西是我跟DECO他學來的 DECO之前的七乘七火塞門 然後我們從 左邊這條線接上來 然後把這裡擋住 這裡接一個2Tick的中繼器 然後這裡接一個紅石比較器 前面接一個方塊 接一個這條線 然後這個調成相減 那這個的功用就是這樣 就登場的時候嘛 那 這個 這個能量是15 但是 這邊 這裡也有一個能量是15 那 當然還再加上這個是15 所以就會把它關掉 那 那 這裡 這裡 他收回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那個比較器閃了一下 就是說 這兩個 把它關掉的訊號 先結束之後 這個2Tick才結束 那所以在這個2Tick 還沒結束之前 他就會先閃一下 然後這個2Tick斷掉 那這個是體積非常小一種做法 而且可以把線路通通擠到右邊去 不用擠在這一塊 這個是我學到一個還不錯的方法 好那 雙重活塞 就一個很小的部分嘛 那 基本上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那接下來就是正式開始 就問題最大的六重活塞 第八個部分就是 這個門所佔體積最大的六重活塞 那也是我們製作最辛苦的一塊 那 雖然我們製作是花最多時間 不過 它的概念是屬於比較簡單的 對 所以講解就 比較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 好那在開始之前呢 請大家先看一下影片 影片的右上角 就有沒有注意到 我有擺一個羊毛的顏色 那個就是代表 上面現在是哪一個顏色在運作 那你可能會發現說 一個完整的六重活塞 就是直到它收到最上面為止 它其實是 兩次運作青色 然後一次運作紫色 那接下來要先做的部分是青色 也就是會重複使用兩次的 所以這裡就會用到一些比 比較特殊的東西 那 大家就先看一下 就是我一開始提到那個 1TICK 然後觸發BUD用的那個火塞 恩 就是把這些火塞推到最底 然後最下面那個用1TICK推出去之後收回來 然後用紅石磚去充能它 這個過程我們會重複兩次 那第二次那個1TICK的功用是收回來 因為一次要推出去一次要收回來 那我們就要用到1TICK 那 這樣子製作 就是這樣子重複使用 六重火塞伸出去的那個陷入的想法 是 就是去年我做那個比較老的8X8火塞 你就已經提出這個想法 只是那個時候做的那個1TICK是不太好的 好那 所以接下來我們這個藍色就是 就是我們要做運作一次的線路 然後做一個可以讓它自己循環一次 也就是自己讓這條線運作兩次的東西 好 那我們馬上就開始吧 恩 這個部分我可能會卡比較多段 因為這裡線路比較多 而且也比較難 好 那我一開始說的 從這個火把開始 那 這裡 這裡到時候空間都會被紫色所佔滿 所以 這裡的空間是先 因為其實我們在製作的時候 我們是 有 有先 我們是先做好紫色之後 才來做這個青色 因為 紫色是一個只要運作一次 然後那個是比較困難的部分 所以我們是先做好紫色做好壓縮才來做青色 所以 你看我現在這樣繞過去 其實 到時候都會被紫色的東西佔滿 好 那這裡就 裡面這裡放個物 基本上就是說 這個Stick 它會關掉火把 然後開起來 然後經過這個岩池之後 就 升糖 然後就開始接 那這邊呢 第一條當然是升糖最最底的 然後第二條呢 是從這個地方進 然後 它們之間的間隔是兩Tick 然後 這樣子可以達到的功能是說 這個升場之後 因為它這個就被推走了 那它就會變成是第二個 這是第一個嘛 那第一個把第二個推下去 那 這條是不是就 只能衝能下面這個 因為這裡沒有 然後 再來 就是 推下去之後 我們要 再往下推一層 然後 再把 活塞推下去之後 再產生那個一Tick 這個 我講了直接不清楚 這裡接一個4Tick的岩池 然後接給這個方塊 這個方塊底下呢 這裡接一個紅石 這裡接一個方塊 然後這裡 這裡是一個一Tick的東西 那這裡是一Tick就是 因為其實這條線本來是紫色啦 只是 因為我們先做紫色才做 青色 那 只是青色會接到 那我就先用青色 然後 這邊還要再 再做一個東西 這個 稍微複雜一點點 呃 不是 不是 不是從這裡 那這邊 然後 我們從這裡接一個一Tick 然後 這裡接一個一Tick 這邊再來接一個一Tick 那這些都 都是那個啊 就是 要減少它的岩池 所以才都用 然後呢 接下來這個是青色 然後本來這個地方是紫色啦 然後紫色就有一條線是接到這個火塞 然後這個火塞上面放一個紅石磚這樣 然後它就會 觸發到這條線 那這個就會往前推一下縮回來 好 那 接下來 都 都處理完之後 就是 我們 這個 推過去 然後還要把 上面的東西收回來 然後 這個再推兩下 然後再產生一Tick 那這邊呢 就稍微比較困難一點 我也不太知道應該怎麼講解 就是 從這個地方呢 先接一個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然後 這個 這個投擲器這個漏斗是 到時候底下這裡要輸出給別的 所以我們先留著 那你看到啊 這條線會被這個和這個觸發 那 所以它就 因為這條線的目的是 要接給 這裡 這裡是兩Tick可以用的 就是 要讓 這一層的東西慢一點收上來 就是 太快收上來的話 它 它在生產的話就先收上去 就收不到 好那 這個部分完成之後就是 我們接下來 要 先接給 那個 兩重活塞 就是兩重活塞的生產 要推過去 然後產生那個一Tick 那我們是從這邊 然後接一個 4Tick的中繼器 然後 這邊呢 就是這裡接一個輸出 然後 再來這裡 主要就是 上面要 收回去的部分 那 我到這裡先暫停一下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效果 剛才這裡我都掉了一點東西 就是 這個中繼器這邊要改成三Tick 那 因為 一方面是延遲時間不對 那 再來就是說 這裡如果 你是改成兩Tick兩Tick一Tick 這樣子的話 那 這樣子就會造成說 因為 這個投擲器搭配漏斗 這個大概是二點幾Tick 那經過一個活塞 然後再來 又要經過這個活塞 那訊號其實就會越來越短 那 如果這個 這個訊號是兩Tick 那 這個 這樣下來 然後再上去 那這個自己就變成一個 一Tick 或是小魚Tick 反正就是 這個會推出去 然後就收不回來 那所以 這裡至少要三Tick 才可以比較穩定的說 我這邊的效果 可以 可以打到這樣 就是快速的推拉 然後不要 不要推出去 拉不回來 好那 剛才我保留這個漏斗 我覺得我還是先把這樣子 就是 我們要利用一個長脈衝 然後 這個長脈衝會 讓上面的活塞升下 在紅石磚還沒有完全收回去的時候 那個再利用一次紅石磚在那個位置 然後 紅石磚收回去之後 下面的活塞斷電 然後上面的長脈衝剛好結束 那 這邊呢就 按照我剛剛 我剛剛的畫面來做 就是 這裡三Tick 這裡四Tick 然後這裡一個紅石 然後這邊 借一個一Tick 給這個 然後這邊借一個三Tick 那四Tick的訊號 輸入給這個 一Tick三Tick的東西 就可以產生一個長脈衝 那這個一Tick三Tick的東西 等一下還會再用到一次 那我們等一下再講 呃 然後就是 我剛剛講那一串 有的沒的可能 不太 不太懂啊 那我接下來就 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然後我先做一下重置 好那示範這邊呢 我們在 就是連綠色一起模擬 就是 雙重活塞 把 就把門用方塊推過去 收回去之後 然後馬上啟動六重合塞 所以我們按鈕放在這個位置 好那馬上就來示範一下 有沒有看到剛才 紅石磚他還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上面有一個火塞升下來 然後 讓 本來還在這一層的火塞 就推下來 然後這裡升場一下 然後紅石磚接下來收回去 然後上面的 上面的長脈衝結束這樣 好那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那一串有的沒的啊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 一樣繼續這個部分 接下來就是 我們要把 這一層 這一層的火塞降通通收上去 然後讓 紅石磚推出來推下去 充了這個火塞 好那通通收上去這個部分呢 其實主要也是ABH3T做的啊 這個部分 我真的覺得他這部分非常厲害 他可以把這個東西弄得很小 然後在這邊呢 因為 這個剛剛說 這個3TIC這個會用到 因為我的習慣是這樣嗎 就是3TIC4TIC 其實我比較習慣是這樣排列 那這裡這個3TIC是算好延遲 因為這裡要接一個投資器 那如果接這裡呢 好像 就我做了一點測試 不知道會被什麼東西影響到 反正就是會怪怪的 那我們就接在這裡 接 這邊 這個 往內側這個方向接 然後接一個漏斗 然後投資器裡面擺一個物品 然後這邊 就再把這個中機器放回去 然後這裡呢 我需要一個普通的活塞 來觸發 就利用這裡的BUD來觸發這個投資器 所以我需要一個普通的活塞 然後底下空間會用到 所以活塞B的方向也是往內側 然後 再來把 這個投資器旁邊這個換成半轉 換成半轉的原因就是 這邊要做這個輸出 然後 它是本來裡面有物品 所以它是先這樣輸出 然後 它的物品丟出去會先斷電 然後斷電之後再恢復充人 那就可以製造一個延遲 然後這裡再接頭 你先按漏斗 然後 這個漏斗裡面注意喔 要放不能堆疊的物品 然後這裡一個方塊 這裡輸出 然後這裡呢 做一個E-TIC 先 因為你看吧 這一層要收上去 所以是先接給這一層 那我剛剛說要用到不可堆疊的物品 就是說 因為 如果你用可堆疊的物品訊號強度 就只有1 那你用不可堆疊的物品訊號強度有3 才可以 才可以接到這個地方 好 那剛才那個 長脈衝的地方呢 我們在這裡 借一個E-TIC給他 那這個E-TIC就可以造成一個功用 是說 它可以讓這裡閃一下 然後斷掉的瞬間再立刻一個3TIC去充能它 這就是我一開始提到說 怎麼樣利用BUD來充能 不是在那一排火塞 好 這個也是ABH03你想到 我覺得這個方法很棒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頂部這兩層比較簡單的 這個剛剛也是忽略掉 那 現在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我們要充能到這個火塞 那沒有任何BUD可以觸發它 那其實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會利用 就是附近的那些紅石線 那些充能就可以來觸發那個火塞 所以這個就是延遲算得剛剛好 就不需要觸發BUD 它就會自己觸發 就不需要額外的東西 那這裡呢你看 我接了一個像是連閃器的東西 但是 其實就是說這個4TIC輸入給它 它會閃兩下 這火把會閃爍兩下 但是 一個4TIC的中繼器它只 只能 它就不能接收兩個太快速的訊號 所以它就只會產生一個4TIC 那這個延遲也是算好 那最後就是頂部還要收上去一層 那頂部其實也沒有一定的必要 就是一定要收上去 但是 收上去的好處就是 這樣紫色在開始的時候 就可以減少一條很麻煩線 因為這條線的位置是在左邊 紫色主要配音在右邊 那如果又要連過去就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在藍色把它處理好 藍色這條線又運作兩次嘛 那第一次收回來顯然沒什麼必要 但是 第一次收回來也不會影響到 第二次生長的任何的情況 好那 它閃兩下 但是投擲器也是一樣嘛 它不能接收那麼快的訊號 所以 它投出去這個物品之後 它第二個 會 因為物品還沒掉下來 它會直接 直接 就是發出一個聲音 就是沒有物品投出去 所以它也只會產生一個訊號 然後這裡也接一個輸出 上面這一層 然後延遲 自進 好那 藍色的部分就是 不包含要把紅石磚推出去的部分就已經完成了 那 我現在做一個簡單的重置 現在馬上來看一下效果 大概就是這樣 好有看到吧 那 你可能會說這個怎麼沒有回到原來的位置 這個等一下 雙重火塞這個紅石磚會觸發它 那 那個到時候會自己處理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雙重火塞推出去 然後生下來 然後 兩重火塞 就 往下兩重火塞結束之後 這個再收回來 所以這裡需要一個很長的脈衝嘛 那這個脈衝呢 因為 就是我們實在沒有什麼空間接一堆重力 那我最有想出的辦法是這樣 從這個 這個火塞這個地方 然後 這裡接 4T一個延遲 那不要擔心 因為 這個火把已經亮起來了嘛 所以這個就不會影響到投擬器 那也沒有其他的東西會觸發BUB 然後這裡是6T殼 然後 這邊 往下接 那 這個也不用擔心啦 就是 因為這裡不會有任何東西觸發到這個投擬器 所以就不會怎樣 然後 這個6T殼是 觸發這個雙重火塞的延遲 所以這個6T殼要先接好 然後 從這個地方 這裡 接上來 然後再接到這裡 然後就觸發 然後呢 這一條觸發用 那我們還要一個長脈衝嘛 那這個是我想出來就是 利用比較器的迴圈 然後讓訊號慢慢的減弱 那減弱的速度 越慢就可以產生越長的脈衝 那 我的想法是 減慢的速度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 那不要擔心 因為 這個6T殼之後還有2T殼才會碰到這個方塊 所以呢 其實先 會先觸發到這個容積器 然後才碰到這個方塊 所以這個方塊 不會對這個活塞產生什麼大影響 然後 這兩個比較器之間是擺4個紅石 然後 就這樣子 訊號解弱的速度會剛剛好 好 那長脈衝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把 最後要 就是剛才 一開始預留給 青色部分的那個 雙重火塞輸入的位置 然後 延遲是5T殼 這邊 接一個 紅石粉 然後這裡接一個火塞 接一個紅石磚 然後 就輸入給雙重火塞 好 那 那這邊一樣也是 我做一個簡單的重置 然後再做功能性的示範 好 因為我一直弄重置 其實我是覺得還蠻麻煩 那 我乾脆就先把剩下的部分一次 一次講完 然後做 一個最完整的示範 就 只 只再做一次示範這樣 好 那 剛才這邊有幾個小小的錯誤先修改一下 這裡是延遲4T殼 那 我的習慣是 其實會用在前面 但是 這邊呢 因為這個火塞會造成訊號的時間變短 那 要一個4T殼的訊號才能穩定運作這個雙重火塞 所以 這邊呢 就要 這個就是剛才我算了 那這個改4T殼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忽略掉說 要觸發 因為你看 呃 這個我剛剛放的紅石磚 那 這個紅石磚呢 就紅石磚的高度在這裡 那我們要觸發的是這個高度火塞 那我們需要側邊這個BUD 那我們就要接一條線來觸發它 那我們從這個地方來接 這裡 就是觸發用這個方塊旁邊 這裡接一個紅石 然後這裡我先把顏色換成紫色 因為 這邊呢其實 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節省一些材料 但是 這裡是 其實因應紫色 我們這兩個紅石會用來觸發到時候的BUD 那這個BUD我們會在紫色的時候講 所以這兩個就是為了紫色才排成這樣 那這樣子要多耗於50 不過差不多 好然後 就是剛才我還有忽略掉的 呃 也沒有忽略掉 好 沒事沒事 那這裡就是一個3T殼的中繼T 跟一個3T殼 然後這2T殼 那你用4E跟3E是差不多啦 但是3E的話最後開好門的時候 他會快1T殼收回來 所以3E是比較好一點 好那 基本上右邊這裡就不需要再做什麼修改 那這裡接下來就是 為了要因應到時候接給紫色 所以我們 要重複使用這條線第二次 就我剛剛有講嘛 青色這條線會重複使用兩次 那我們需要一個比較長的延遲 那基本上青色本身是不需要那麼多延遲 但是 因為紫色 他一觸發之後就立刻開始運作 沒有任何的延遲 那 這個延遲是為了到時候紫色要用到 好那 就這個4T殼 然後一個火把 然後一個頭子氣和一個漏斗 然後裡面丟一個物品之後 這個就是我一開始說到 就保留的 然後 這邊呢 就是 我們要讓他繞過去一圈過來 但是只循環一次 不是無限循環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用TFF 那這個TFF 是我想出來的方法 這個是 一個向上的投資器跟一個向左的投資器 那向左的投資器上面擺向下的漏斗 向上的投資器上面擺向右的漏斗 那所以物品循環的方向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向上的投資器裡面丟一個物品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達到一個功用說 因為 他雖然看起來像同時觸發這兩個投資器 但是因為這個投資器在前面 這個投資器在後面 好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反正這樣可以運作 那 因為他在前面他先充能 那物品就先丟上去然後繞一圈掉到這裡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利用上面這個漏斗做一個輸出 然後就再運作一次吧 那現在物品再來這裡 那第二次因為先充能他 所以他會空的 然後這個物品丟回來 那他就不會無限級回來 好其實這個我也不太清楚他的特性 就是 我覺得我這樣解釋應該是對的啦 好那基本上到這邊就差不多完成了 就做一個完整的六重火災 運作兩次的示範 好那 運作上大概是那樣的 剛剛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 兩次運作之間的間隔就是 會 就是感覺好像有一個間隔啦 那那個間隔是 其實是為了紫色 那兩次運作完之後 承接紫色 你會覺得好像又怪怪的 但是 其實那是因為速度太快啦 那會有這個怪怪的原因就是說 你是不是看到說 在承接紫色的時候 那個最前面的火塞 是不是無意義的生長了一下 那個就是因為上面的紅石磚 就是 上面的紅石磚本來還在這個位子 然後他就太快就生下來 那紅石磚收回去 那那一瞬間他就會生長一下 那個是沒有什麼意義 就是因為速度太快 但是 我們也沒有其他空間做多餘的岩石 那 就是 那其實是不會有什麼影響 所以 剛才在接TFF前面那個 一大堆的岩石其實是為了紫色準備啦 那 不過他本身算是青色一部分 所以我沒有把顏色換成紫色 好 那 這個 最龐大最麻煩的部分基本上是完成的 不過下一個部分我不會直接接紫色 我會先接下一個用到的東西 也就是藍色 那當然還包含一些前面和紅色重複的部分 好 現在教學進入到第九個部分 那我這邊要先做的不是紫色 是藍色 那 是因為說 我一開始有講嘛 就是按照這些線路被用到的順序來建造 那其實這個沒有什麼差別耶 沒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啦 那 如果你想要一次把六重活塞的收尾也做完 那你就 先跳過這個部分先去看下一個部分是紫色 然後等紫色做完再來做底部的開門 好 那 底部的開門就是 我覺得 重複使用線路是設計最優良的地方 那這個我一開始從活塞配置開始就一直有提到 然後到紅色那個部分我也說 會有跟藍色重疊 那我們到這個部分講 好 那 我覺得 設計最優良的原因是 他不像上面只是 從一條線充能比較多次 這邊是 開門和關門一起用從一條線路運作 那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這個梗是我跟DECO的七層機火塞門學來的 好那 或者你哪一天做一種別的火塞機關 也有可能會有 有這樣子使用的傷法 不過就是要想 對 那 不過這個就不是我想了 好 那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影片 藍色的第一步就是 我們要把底下方塊收好 因為 上面就是 六重火塞這樣推下來 所以會把一些方塊 就往下推 所以我們藍色的概念就是 直接把這些方塊收好 然後 不運作其他的兩重三重火塞 直接把四重火塞運作完 所以底下所有的線路就只有四重火塞 其他多餘的部分就是交給綠色和 重複使用六重火塞來處理 好 所以底下方塊就直接靠 一開始紅色收好 那 收好之後 你有看到 左邊那個標誌轉成藍色 就代表說 這些是開門才要用到的部分 不過他在關門的時候也會運作 因為他是跟關門的線路接在一起 那 在關門的時候運作 其實不會有任何壞處 你可能會覺得說關門的速度會不會變慢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 開門的時候底下沒有那麼快被用到 所以 你只要把門關好然後立刻再打開 其實也不會對底下造成的影響 好 那 這個 一開始嘛 所以要跟紅色重複使用 那我們就接一個計時器 是開門的時候開始計時 看一下這裡 現在是開門 所以紅石磚是這樣拉上來 然後啟動這個投資器 好 那這邊就是 我一開始 在綠色的部分有講長脈衝的東西 那就做一個跟他一模一樣的長脈衝 那這個長脈衝會直接接一個下緣的觸發 變成一個計時器 然後這個 漏斗裡面的物品經過計算之後就是13個 那13個物品會造成一個問題 那個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13個嘛 然後這裡面丟一個 好那 接下來就是 我們在這裡接一個下緣觸發 然後 因為你看嘛 這個是4TIC 所以我們要接給紅色要4TIC的脈衝 那我們就是這樣接 所以一開始紅色下面這個洞 就是一開始就留好了拉 那我們在製作這個門的時候就是 這個計時器和紅色是同步一起製作 不然到時候一定會沒空間 好 那 這裡會 就是這個運作完之後 它不是往上推兩層 那接下來要把 這邊這一層的方塊往前面推一下 那這層方塊往前面推一下 我們是從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等一下會跟橘色的部分重疊 那這裡接3TIC的中繼器 然後這裡接一個紅石火把 紅石火把的上面放一個方塊 然後 這裡先 不是 就是 這邊接一個4TIC的中繼器 那這個3TIC 為什麼300在4的前面就 就好像有威威的原則嗎 其實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等一下會接到橘色 所以它是越快越好 橘色就是 那一排還沒處理的火塞 好 那這個7TIC加上這兩個紅石火把 總共是9TIC 那這個 就是算好這個的顏值 那小技巧 先把上面的拆掉再放火把 這樣它就不會閃一下 好 往前推的完成之後 是不是 底下還要再往上推一層嗎 所以底下再往上推一層 我們就直接從紅色這個地方接 那這裡要注意一下 因為 因為 這個13 它本來就 它有13個 那它會輸出一個能量是1的訊號 那 加上它又會跟這個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就把這裡先擋 那這裡有1嘛 所以 這個如果你直接接中醫師又不行 所以你要再多接一個紅石 然後這裡再接你的岩石 好然後這邊接一個7TIC的岩石 這個是算好的 就是最後要把那層方塊跟火塞推上去嘛 然後這裡記得要把它阻擋起來 就不然它一充人然後就無限循環 好那 其實藍色就到這裡差不多 你會想說那左邊那一堆為什麼不是現在講 然後好像只講了一點皮毛的東西 那因為左邊那一堆的關聯性和洗衣機很高 所以 我打算把洗衣機的部分做完之後再來做左邊那些 那其實現在這裡做的這個概念是比較難的 那等一下那邊是比較簡單的 好那那邊只是比較多 比較多線路而已 那我們現在來處理一下就是 橘色還沒處理到那排火塞 那我們利用的是這邊接出來的線路 因為到時候藍色 就我們一開始做完藍色的時候 其實這裡是一堆空氣啦 那後來APH037就想到這個空間可以來改善美觀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利用這個3TIC的中計器接出來 接成一個這樣子 那這裡記得要擺圖掌用的方塊 然後這個中計器是3TIC 這樣然後這裡接一個火把 那這個脈通產生器是不是可以讓這個火把亮亮 那我們 因為這條線開門運作一次關門運作一次 那所以我們要用1TIC搭配火塞 這樣就可以達到說 開門的時候縮短然後開門的時候生長 所以我們放一個這個 讓它在2TIC之內閃爍 也就是說它會閃爍一次 那這樣子就是1TIC 那這個 這種閃爍的工具 其實大部分是APH031想 就我其實沒有想到那麼多 這個是還蠻實用的東西 可以學起來 那這邊呢就是 因為我們實在想不出其他比較好的辦法可以輸出 那我們就只好選擇一個比較差的方式 就是用鍋斧 用鍋斧的兩個壞處就是 因為它在生存模式消耗的資源很多嘛 它要7個鐵地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有用鍋斧 那你的 恭喜你的機關版本就 立刻提升為1.6了 好 所以呢 就是我是覺得是比較差 但是我沒想到其他半 那這裡接個紅石火把 那這個鍋斧就是 現在是開門它是在這裡 那關門的時候它會丟上去 那這個 這個就是上去 然後這個 紅石火把就會亮起來 然後這裡 然後這裡 接這樣子 這裡一個半轉 然後這邊 直接 因為我們要傳到這一整排火 才除了上面兩個 那這裡我們需要兩個紅石火把 然後這個上面再放 這樣是不是就 這幾個都可以好了 這幾個 只剩下面這邊 那這裡就是 有一個問題是說 你可能會覺得 綠色會不會跟這個充 但是 其實這個火把是 常駐性關閉的啦 它只有在 這個 這個長脈充 就是 即時結束的時候 會亮一下下的 所以這個是不會有太大的充 那接下來剩這個 這個 這個就比較麻煩 因為 你也不能在這裡接紅石 會被這個影響 那 這個是AP選擬3技巧 它在這裡接一個火塞 然後呢 再來它接了一個 這樣 這樣子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輕易打成 像這樣 好 那 側邊這裡處理好之後 基本上 橘色就不會有 不會有再有其他龍 那 接下來我們就 馬上進入 六重活塞收尾的部分 那 因為 藍色重複的部分運作完之後 是換紫色 洗衣機是最後的 那 基本上洗衣機也是有比較多困難的 那我們就先從紫色開始 好 那紫色這個部分開始之前 你看到 我已經把它重置完 就是 青色運作完一樣 因為 紫色它其實只是六重活塞一個部分啦 只是 因為它只會運作一次 所以 我 我跟APH領傳機 就決定說 把紫色這個部分區分開啦 但其實 紫色加青色 才是一整個完整的六重活塞 好 那 紫色開始的地方是 在 剛才我講 TFF這個東西 那 你可以假設 就是它運作完 物體就是在這 所以我們是從這個東西輸出 從這邊輸出 然後一個脈蟲 然後 這個上面放一個板塊 就是 就是一個 遺體的脈脈 但是我們不是要做一個脈脈 就是 簡單做一個脈脈 然後這裡呢 就是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影片喔 就是 紫色其實就比較單純 它只是把 剩下的火災 從 比較下面的地方收回來 那這邊就 我就不會做太多的講解 就 我不會說這條線又是 這條線接哪裡 又是要 達到怎樣的角度 就 我就直接接 好 然後這裡是 立刻 然後這邊 在這裡放一個脈脈 然後這裡把它提到 這樣 然後呢 這邊 我們放一個 鹹性火塞 然後 一個方塊 然後這個時候 很重要喔 就是 我們要把 這個 前男羊毛 替換成熔爐 那 這個熔爐 剛剛上面有熔爐 先把它放 那這個就是 我們等一下要 輸出給第一條線 你這個第一條 是這個 其實這個 這個不是第一條 就 到時候會輸出給一個 那 這裡是為什麼一開始 那個觸發 BUD用的那個活塞 我是放在這裡 就是這裡會用到的 然後這裡接一個 比較器 然後這樣 那這裡有一個特別的特性是說 兩tick接給活塞 然後再透過比較器輸出 比較器會產生一個一tick 但是如果比較器的前面 接比較器 比較器可以自己產生一tick 但是它不能接收一tick 它收到一tick的訊號 是當作沒收到 所以前面要接中繼器這樣 然後再來中繼器 比比較器省材料 那 因為這個部分 它在運作的時候 其實 這個兩重活在這邊 這兩個其實會影響到這個比較器 就會把它關掉 所以我們要確保這個輸出的能量 大一點 不會被這個關掉 那這裡我們要 燒一點東西 然後 就是這裡擺東西 然後這裡燒點東西 這樣 那 生存模式裡面 我覺得最便宜可以燒的東西 大概就是鵝卵石的 然後把它燒成石頭 然後 熔爐的上下部分 再各擺一個木材 那這樣子輸出的能量是11 然後這邊是10 那個15鼠怪 這裡是10 那這樣它就 11就不會被關掉 那這邊呢 你要把這個 石頭燒成那個 那個燃料就自己去 自己去處理嘛 反正燃料要怎麼省 那個很容易 那 因為我是創造的 直接丟烈焰桿 然後 這個木材 我等一下會再把它丟到上面的位置 那就這兩個滿 然後這裡有10個這樣 好 那接下來這邊就是 做一個簡單的輸入 其實 紫色第一條是輸入給這個 然後這個一Tick 底下那個一Tick之後 這裡是 比剛剛還要困難的東西 就是 我在接 淺藍色的部分 我不是有講說 這個是三Tick 然後 這個地方是一Tick 那 這兩個間隔的原因 就 現在請大家看一下影片 影片裡面你可以看到說 就是這個部分 你看 紅石鑽第一個生長的 就雖然紅石鑽的雙重活塞 是直接生長到最長的 但是 它生長第一步的時候 就先觸發BUD 然後第二步的時候 反而是觸發下一層的BUD 那這個是從 DCO的7x7活塞感覺來的 這個 可以讓 雙重活塞 生長的次數變得很少 然後節省很多的線路 這個是很厲害的技巧 那 因為要有這個 這樣子 生到那邊的效果 那我們這個雙重活塞 就是 生長的速度是不能太快 這是我後來才發現的問題 那 就 你可以把它調成 就 把它調成 劍的時間是一Tick 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問題 對 這個我也沒有辦法解釋很清楚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繼續 好 那剛剛畫面剪掉的那個時間 就是 我在等這個熔爐燒東西 那 接下來是把這個木產放進去 然後 我剛才提到的 紅石鑽雙重活塞 是從這個地方 然後接一個3Tick的中心去輸出 那 至少要3Tick 紅石鑽雙重活塞 才可以穩定的運作 那 就是 剛才我有提到 他是連續的利用 正確順序的方塊更新來達成 那我們的下一個步驟就是要 再 再輸入 這條線 就是這條 前面這條線 那我們就再利用一次這個活塞 那我剛有提到 連續性的 觸發BUD 這個東西 在水桶符裡面 是相當不穩定的 所以 這個門 我一開始 就是 我的地圖檔裡面 其實有提到說 他是不能在水桶符運作的 對 那 就 這裡接一個火把 然後這裡接一個投擲器 按路的 這就是一個延遲 然後這裡接4T格的中間 然後 這邊 上面放一個紅石 然後這樣就會觸發這個火塞 底下這個火塞 那這邊 因為 有 有這個方塊 那 這個紅石它會影響到這個火塞 所以這邊要換成半轉 就是剛才放中間的那個地方換成半轉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 我們前面要處理的東西就是 剛才比較複雜的那一段 就是 有連續好幾個火塞 快速的動作好幾下那邊 那 那 那邊的延遲還有什麼空間 我們是在這塊空的空間來使用 然後這裡是4T格的延遲 這裡接一個火把 然後這邊接一個 連性火塞 然後這裡接一個 鍋斧 那這裡用鍋斧也因為空間不夠啦 所以 就 就比較浪費材料這樣 那 這邊用好之後就是 我們從這裡 就是從這個地方輸出和前面這個地方輸出 那 第一個輸出的是 這個 這個要讓底下這條 就是預留好這個 這個線閃兩下 那閃兩下我們一開始在紅色的部分 是不是有提到 就是 我們可以利用 兩個充能的紅石 然後搭配一個 然後搭配一個 搭配一個火塞 然後 利用之間那個短暫的間隔 來快速的產生兩個 1TIC的訊號 就是 像這個樣子 那火塞推動的瞬間 因為 它拉回來那這個會充的 火塞推動的瞬間 然後拉回來的瞬間 就會快速的產生兩個 1TIC的訊號 好那 這兩個處理完之後 我們還有 上面這個也要閃兩下 就是 這個要收回來 然後底下那個再收一層 所以 這邊呢我們就利用 這是ABH037想罩 這是 利用4TIC的延遲 就4TIC的時間 讓 這個紅石火把 快速的閃爍兩次 那這個 這也是很厲害的技巧 這個也可以學起來 好那 閃爍的部分處理完 接下來就是 繼續往前接嘛 就是 那邊的空間已經 差不多用盡了 所以我們就從 這個地方繼續往前 好那這邊我們 接下來需要的是 連續三次讓這個 火災生長 然後 觸發底下這個 這個 紅石磚往前推一層 然後 就來 來替代 那個 這條線路 因為 這條線路它沒有辦法 觸發底下B5D 所以 用這個 連續多次的話就 比較容易 然後 再來也是說 這條 這條線路已經 你看 看起來就沒什麼空間可以接了 所以我們都會用這個 好那 前面兩次 我們會從這個地方來接 就剛才說 要繼續的地方 那 那這裡接8TIC的延遲之後 接給這個 那這個就是 一開始青色 我說它本來是紫色 這不小心調到 這個 本來說是紫色的部分 然後 這裡 怎麼樣要觸發第二次 就是 本來我是用幾個蹤跡 但那樣速度比較慢 這個是ABH037想的辦法 在這裡接火把 然後這裡接個投擲器 那這個火把就會造成一個延遲嘛 就亮 按然後亮 然後投擲器就會丟東西出去 然後這個投擲器這邊做一個輸出 然後把這個羊毛替換成這個熔爐 這個還蠻厲害的 這邊把物品放到熔爐裡面 然後熔爐在前面做輸出 然後 因為這個強度是1 這個強度是1 那 這個就要調成箱子 然後這樣子 第二次它就是說 把物品丟出去 那這個箱減東西就不見了 那這個就會生長一下 那這個是 比我原來的方法速度快 但是比較耗材料 但是 這個速度其實是快還蠻多 因為只是要運作三次 那這個加起來可以快一秒多 對 那其實速度也比節省材料還重要 好 那第三次的部分 我們是從這個地方 那這個火把會閃爍 但是 閃爍只針對1Tick 它可以閃兩下 那如果是2Tick的話 它就只會閃一下 那所以我們這裡就換成2Tick 那這個底下要用熔爐 這個熔爐呢 這個熔爐就是 等一下馬上要用不到 然後就是說 熔爐這個 前面這個的方向 我在蓋東西的時候 它就是代表著它要輸出的方向 對這個一直沒有提到 好 好 那這邊接一個 這裡接一個點性火栽 然後 這邊接一個方塊 然後熔爐裡面放一個東西 那 這裡就會有一個 呃 就是長住性的輸出 那 好 這個 之所以要這樣 就是因為說 我要在這裡再擺一個火栽嘛 那這個火栽如果 它沒有長住性的輸出 它就會被白色直接影響到 所以它只有在要用到的時候縮回來 這樣是比較好的 因為這樣不會被影響 那我們現在把剛才這個頭的器放回去 只是這邊建造的空間很狹小 所以常常要拆東西這樣 然後接下來這個 因為兩邊都要輸出 所以我們要用鍋斧 其實大部分要用到鍋斧的情況 我都會用方塊和熔爐來代替 因為鍋斧要比較多鐵硬 但是這裡要兩個方向就沒辦法 就要用鍋斧 那 接下來就是說 這邊我們要做一個 輸出 然後它的延遲是 兩tick 但是我們這裡 延遲要用三tick 原因是說 本來是這樣子 就是 這個把它放回去 本來是兩tick就夠 這是計算時間 但是 我們後來就是發現說 這條嘛 這條白色不是同時也控制的 就是這個觸發用的這個火塞 對 那 這個 這條線是 白色這條線在這裡 它會是它最後用到一次 那 它最後用到一次之前 這個方塊是被推出來了 那 它要把它 就是它把它這樣收回去 那 不可以再讓它推下來變一tick 不然門開好之後 這個就會留在這裡 那就多一塊 所以我們這裡 如果你用一tick一tick的話 這樣子它就會把那個方塊這樣推出去 所以這裡要用兩tick 就是 為了不要讓它那個 方塊推出去 所以就要改回兩tick 然後 這邊完成之後 我們就再拆一下 然後往這邊 然後這裡的輸出就是 接給剛剛說 兩次 然後第三次也是接給這個 這個火塞 這個紅石磚上面那個火塞 那 這裡 這裡就 我想一下怎麼拆 這樣好 把 底下這邊這個先拆拆一下 那 這邊呢 我們要先做一個三tick 因為 這個 拉上來然後馬上下去 那這個產生的需要會是一tick 那我們要用成三tick 因為說 這個 這個活塞嘛 然後它推下來再觸發底下活塞 那 剛剛在青色的部分講過 就是要三tick才會穩定 不然它就會把 方塊推出去收不回來 那這裡接一個紅石 那不過這個怎樣 因為 這個 我們接上去是要接到上面那條線嘛 然後 再透過上面的衝擊器再去觸發這個活塞 那這邊呢 還有就是 它同時也要觸發的線是這一條 這一條 就剛剛被我拆掉 是在前面做 就是這一條嘛 它在最後要觸發兩次 然後那兩次就是我一開始講的 要第一次斷電的瞬間馬上就衝人第二次 那 我們在這裡就是 這樣子的做法 就是 這個紅石嘛 這個先拆掉 那 我們在這裡接4tick的衝擊器 那這個3tick 首先會 首先 先把這個拆掉 它首先會 衝人這個3tick之後 斷電 然後4tick之後 立刻又衝人前面這個 好 那 紫色的部分到這邊就完成 那我把剛剛這個放回去 然後 那我們把剛才就拆掉那些部分補 通通把它補回去 然後 就是 這個部分就 費盡千辛萬苦 我們終於把六重活塞的東西弄好了 那 接下來就是可以做一個完整的功能性示範 就是 一開始我們做青色就是都只有前半部 沒有整個收回來嘛 那現在就是從 我已經在鏡頭剪掉的時候都重置好了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一下效果 好有看到嗎 乾淨俐落 好那 這個門最困難頂部的部分就完成了 那 接下來就只剩下洗衣機 跟底部開門剩下的那個部分 好 好那 這一部分的教學就到這邊解說 好 現在就進入到教學的最後一個部分 也就是 洗衣機嘛 然後還有剛才我藍色說先掠過的部分 那為什麼我要先做洗衣機再做剛才掠過的那個部分 就是因為說 洗衣機它跟其他顏色之間是比較具有關聯性 然後 再來就是 它跟門開門的時候上面部分的動作也是有關聯的 那 所以這樣子就是代表說 它某一些地方的概念可能會稍微困難一點 那 藍色剩下那個部分是最簡單的 所以我就留到最後再講 那這也是為什麼 雖然洗衣機它只有 只有負責底部開門的部分 卻要多分一個顏色出來 就是 因為和其他顏色的關聯嘛 然後它自己本身也算是蠻龐大的一個部分 好 那就 廢話不講 我們就馬上開始 那 首先我們就從 綠色一開始提到那個地方來 就是 這個 這個 長脈衝閃人器 那這個做法就跟前面做好幾次那個都一模一樣 對 這個長脈衝閃人器就是很好用的東西 然後 它只有一格寬 然後體積又很小 那這個就大家可以學起來 然後這個是 長脈衝要計算洗衣機的時間嘛 那我們就放 21個羊毛在裡面 啊這裡忘記放一個火把 那 這樣 好 那 這個地方放一個向上的火塞 那這個是觸發 這個黏性火塞比無利用的 因為在這一格嘛 那 那 這裡要用一個鍋斧 因為沒有地方放普通的方塊和融物 然後再來是這樣 裡面倒個水 好這裡呢 是直接 從這個地方做輸出 那為什麼要用這種 就是亮者的輸出 就是 因為連閃器大部分都是靠著 亮者的訊號代表它關閉 那這裡的連閃器是 大概是這樣 就接一個火塞往下 然後放一個紅石磚 這裡放一個紅石磚 這裡放一個紅石磚 然後放一個紅石火把 再一個1TIC的中計器 那 這個長脈衝開始觸發嘛 就是東西丟出來之後 那這個火塞就會往下推 那這個就斷掉了 那它沒有訊號之後 火塞就會收回來 那收回來之後又讓這個火把亮起來 所以火塞就會把這個紅石磚這樣推下去 然後就循環這樣 然後就循環這樣 好那連閃器的部分完成 就馬上把它接到洗衣機 往火塞上 那 看一下洗衣機這裡 它是 這個先往左邊推一個嘛 然後才把這個 把這個紅石磚這樣往前拉 所以 我們要先動作的是這場線 那這個就直接放在肉斗上面 那沒有關係 因為 底下這個是已經充了 就不會有什麼影響 然後左邊這個 因為要比它慢一點 那我們就放一個種影響 好那洗衣機這個部分 就是 你可以看到說 我沒有做一條粉紅色的連接線 從左邊點到右邊 因為 做這個洗衣機的時候 我們是以 門的體積為優先考量 那擺那個是非常佔空間的東西 對 以往我做那個 火塞門的時候 就是洗衣機我都會 追求速度最快 因為 它本來 一次只能充能一個火塞 要充能到整排 速度就已經還挺慢了 那我就會盡量用最快 而且 速度 就是 紅石磚這個東西 會在左右各擺一個 然後轉半圈 然後 推動一個方塊的時間 3T 但是那樣子就是 造成體積比較大 所以這個就 兩邊之間沒有連接線了 然後又為了到時候 要方便這個洗衣機 結束訊號的速度 所以我們是繞整圈 然後在快要結束的地方 我們就是 等一下會在這裡做一個速度 這邊 好 所以我們左邊就直接靠方塊 推過來的時候 做一個 利用方塊導電的特性 因為這個粉紅羊寶會導電嘛 那它推過來的時候 我們在這裡擺一個火塞 然後 這 這個地方擺一個紅石火把 然後這個地方擺一個紅石 那這樣 方塊到這個位置 它就會自己這樣推動 好 那這邊也是差不多的想法 那我們在這裡擺一個紅石火把 然後 這邊 擺 四個方塊 然後紅石潘降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問題是說 不是這樣就好了嗎 對那 因為這個火塞門就是 所謂百分之百乾淨的 那 就是 門的牆壁其實是有延伸到這個位置來的 那我現在把 門的牆壁擺好 你就會發現 它其實這裡是會斷掉的 所以 我們就 必須要從這裡倒上去 這樣子才不會被牆壁影響到 那如果你的牆壁就是 一定要用玻璃啦 螢光石那種 不透明 就透明的方塊的話 這樣 這裡就只要那兩個紅石就好 好 那這個地方完成就是 洗衣機的連閃部分完成 那 連閃部分還有一個東西是 到時候 深藍色也就是底部開門的部分 會利用到這個連閃的特性 就是 你可以從影片裡面看到 就是 洗衣機在運作的時候 這個連閃器 就旁邊那一牌要 準備收方塊的活塞也是跟著一直動 因為這樣子 只要把這條線做適當的延遲 然後接到 洗衣機的連閃器上面 這樣子 就可以在洗衣機結束的時候 立刻就收回來 就可以從影片裡面看到 所以 這樣子我們就 接一條線 直接 用藍色 然後從粉紅色連閃器的地方 接出來 那我們就從這個地方 這裡延遲是2Tick 那就直接用2個1Tick的中間 這樣子速度是比較快的 好那這邊有幾個小問題 就是 如果 在關門的時候 那 是不是這個 這個東西會 上 那這樣子 是不是這個 這個 這個紅石磚就影響到了 這個 洗衣機用活塞 那這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那他就造成說 這個生長 那會造成關門上一些問題 所以 我們在這個同時要把 就這條線切掉 所以我們在這裡擺一個連性活塞 好那 這樣子就是可以切掉是沒問題 但是 他縮回來的時候會閃一下 那這個閃一下就是 雖然他感覺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 他閃一下的時間 其實這邊剛好在進行一個比較長的脈衝 那 我們測試過是不會影響到 所以就這樣子可以 那還有就是 關門的時候會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說 你把門的牆壁這裡放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紅石好像會充能到這裡 因為 關門的時候是 對啊 那是不是一不小心如果 就是有一個什麼Lag一下 不小心觸發他方塊的革命 那 這個就會造成一個影響 所以 我們要在這裡呢 利用 同時相關的物品 像是半線鉤這種 把這個弄成直的 這樣子 就不會讓他充滿 好那 就是有關聯性的部分 除了這邊以外還有 右邊這裡就是 洗衣機結束之後 第一個動作當然是 要把上面那排方塊收下來 這個等一下會示範 第一個把上面那排方塊收下來的動作 就是從洗衣機結束的地方 好 那我們這裡先修改一個 紅色 我一開始忽略就掉 部分就這裡 因為 洗衣機叫 紅石磚在這裡 他到時候會經過到這裡 那紅石磚經過到這裡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充能到這裡 這樣不太好 因為 紅石磚經過到這裡時候 充能到這個 速度會太快 我們要慢一點才觸發到這個 往下走線 那我們就把 一開始紅色這個 弄錯的部分 把它移下去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 紅石磚繞一圈過來之後 那我先把門的牆壁擺一擺 那你就可以發現 就是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空間嘛 就是 紅石磚繞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從這裡輸出 那這個想法是 ABH0單機他想到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就 紅石磚繞到這裡的時候 那這條就會導電 那也不用擔心投資器會觸發 因為 投資器他已經被這紅石磚觸發了 好 然後這裡接一個 1TIC總力器 那 那延遲是剛好繞到這個位置 然後1TIC就夠 好 那接下來就這個部分 就是單子洗衣機的部分就差不多完成了 然後 因為現在是開門嘛 我就把這個拔 那個拔掉的時候會閃一下 那個就是 雖然 雖然在最後是不會有影響 但是在製作上如果沒有除掉是還蠻不方便 好 那現在就 這個洗衣機單純運轉的部分完成 那 藍色的部分我們等一下在這裏先做一個功能性的示範給大家看 好 那在開始示範之前我就先做一個簡單的重置 把它 把這個門開門的樣子弄到 就是洗衣機運作前的樣子 那當然頂部就沒有一起來 因為我們只要示範下面的洗衣機的部分 好 那這裏還有一個小問題要稍微講一下 就是 因為我們只有要測試洗衣機 但是 這個洗衣機會跟綠色有關聯 那綠色就會影響到 然後上面六重活塞又運作 那我們先把這個紅石拆掉 好 還有一個就是 這個是綠色剛剛忽略的 就是我影片好像不小心在裏面忘了放物品 所以我就把物品放了 那這個就是好習慣 投資器裏面 空的那就等於那個是擺放投資器 好 那 那我們只要動到這個洗衣機 那我們就只用這個來觸法 就把這個火法拔掉 然後再放 好 就可以看到這個是 這個是在點賽 好 就 這個地方的示範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 最後剩下最簡單的部分 就只是要把上面的方塊通通收下來 最後這邊呢 就是只有洗衣機運作完 然後要把上面的方塊通通都收下來而已 那這邊的線路也都只會運作到一次 然後再加上紅色已經對這一部分的線路做了很多的處理 那接下來會用到的線路量其實非常少 那最後其實 就這一部分都還有剩一些空間 那剩的那些空間除了配給橘色之外 都還有蠻多的空氣 好 那馬上就完成剩下這個部分吧 好 就是剛剛示範過洗衣機結束之後 這個浮雕石銀鑽被收到這裡 那是不是這個底下這裡就要往上 然後再把它收下來 就跟影片裡面看到一樣 好 那 這裡呢 我們的做法是從這個地方接 就這個 石銀鑽收下來 然後收過去之後 從這個地方接 然後這裡的延遲是3Tick跟2Tick 那 用3Tick2Tick就是速度可以比4Tick1Tick的快 因為這個 紅石鑽只是這樣繞過去 那這個訊號是小於3Tick的 然後這邊 這邊 就是 這個往底下生長的時候 上面這裡要一個 那我們從這個地方接一個投擲器 然後接一個漏斗 那裡面放一個物品 然後 然後 這個 投擲器的前面 前面輸出這裡接3Tick的延遲 好 那這兩條完成之後 這裡看起來就好像沒什麼空間 再往前接了 那 我們的做法是從 這個 這個方塊 這個方塊 然後 利用它的BUD 因為它會沖成這個方塊 然後底下這個紅石會跟進它 所以 這個火塞會因為這個生長 那這個火塞就是會被這個地方燃到 所以把這個羊毛換成範轉 那那個火塞 下面這裡 這個地方放一個紅石轉 然後這裡 做一個簡單 簡單但是時間不會太長 然後又是產生1Tick脈衝的延遲 這樣子就是火塞生下去收回來的時候 會產生 產生脈衝完 那我們就用1Tick 那這裡注意一下 因為 這條線等一下還要往前接到前面這個地方 所以呢 那這裡的延遲是2Tick 所以這裡要把這個換成半轉 這樣子 才不會白色過來的時候就直接往下傳 那這裡就要往上傳而已 好那 這個收下來之後是不是底下要收好 然後 就從影片看到吧 把浮雕石銀鑽推過去給那排綜藝衝人 那這個在一開始活塞配置的時候也有講 那所以就是 底下這個 因為它在紅色的部分有講過 它已經跟這裡連接起來了 底下這條只要觸發一次 那旁邊這一排它就會自己觸發兩次 那自己觸發兩次就會造成一個問題是說 痾...問題不是在現在這個時候 就是 現在這裡 這個收好之後 這個自己生長兩次 那 這個三個就會自己收下來 那... 因為...你要三個通通都收下去 這樣子 就是... 浮雕石銀鑽推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這個充能 這樣子它才不會又造成底下的生長 因為它... 它生長是底下嘛 然後沒有BUG去觸發草 那...這邊就是... 這條接完之後我們就... 再...再從這個地方接出來 這裡...往上接 然後這邊是一個1Tick的延遲 然後往上接 這裡... 不要影響到旁邊這個火塞 所以用一個半轉 然後... 先接給... 旁邊這個 就是把... 浮雕石銀鑽再推過來用的嘛 那... 這個... 它推過來的時間不需要很長 那我們就只用2Tick 然後... 2Tick的時間 但是延遲3Tick 所以前面再擺個1Tick 那... 這個呢... 前面這個... 它除了... 就可以從影片裡面看到 就是... 它除了充能浮雕石銀鑽之後 它... 它充能之後並沒有馬上斷電 然後是等下面那個火塞再升上來的時候 然後這個才斷電 就可以再多利用它一次 所以這個我們是用比較長... 比較長的脈衝是4Tick 那所以這裡我們... 就直接用4Tick整理器 那... 接下來比較麻煩的部分都完成了嘛 那再來就是... 再把底下的部分收一收 所以接下來就是... 可以從底下裡面裡面看到 就是... 底下還要再動作一次 但這一次問題就來了 因為... 底下動作的時候 就會造成... 呃... 這邊是2Tick的中繼器 它就會造成說... 底下動作一次 這條會立刻動作兩次 但... 接下來要動作應該是... 頂部這一條嘛 那我們就利用一個小技巧 就是... 底下這裡動作的時候就... 立刻去用頂部這一條 然後讓底下這個不會動 呃... 就...大家看一下影片大概就知道了 其實... 底下那個時候有充能 但是... 它沒有動 因為上面是... 比...比它還要找充能 那... 這裡呢... 就是... 延遲是... 一個4Tick 再一個2Tick 那這邊其實就有... 有一點... 用了比較多的材料 其實... 比較少材料 然後速度比較慢也可以達成啊 那就是... 因為速度快還是比較重要 那... 這裡... 這個延遲是2Tick 然後再來就接一個年輕火災 因為... 再來升上去那個嘛 就速度越快越好 所以我們就用1Tick賣蟲 然後從這個地方往上接... 好...這裡接一個半端 這裡接一個方塊 這樣... 這樣這條就完成了 那... 這條完成之後 因為底下那個兩次的時間 還是算太早了一點 那就沒有辦法再把最後 往下輸的那一層 處理掉 好... 那最後往下輸的那層 就... 這裡再接個3Tick 那這樣子他就會自己多動作好幾次啊 然後就... 就... 就完成了 好... 那...那部分其實沒有講得很好 那... 不過就是大家可以... 就... 自己再研究一下 那現在就馬上來看一下效果吧 就跟剛剛一樣從洗衣機開始 好... 有看到嗎... 就是... 整... 整體來說這個門就是已經完成了 好...那... 接下來的部分就不是很重要啊 那... 不過... 繼續看下去就是... 我會把這個門的邊... 墻... 補一補... 然後再講一些有的沒的屁話這樣 好...那... 教學到這邊基本上結束 那你看我剛才就是把門面的方塊有補上去 好...那... 既然大家都費盡... 費盡千辛萬苦完成這個火塞門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一下... 他開關門的效果 那這個是關門 然後... 現在就馬上來示範開門 想想想想想想想要...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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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變成了 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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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應 好 乾淨立入了開門 好 那大家完成之後有沒有覺得很有成就感 至少我拍完這個兩個小時的教學我覺得超有成就感 好 那第一次錄影就錄這種超長時間的東西 好 那就是你這邊可能還有一個小小的疑問 就是說為什麼我把牆壁的方塊填起來 我不是像我的地圖掌權通常都用石頭鑽 那還有包含這些不同的東西 那就是說我這邊稍微說明一下有關完全乾淨這個東西的地圖 就是在英文的名稱裡面叫Simulate 那它的意思大概就是你在開關門完成之後 你是看不到任何的火災還有任何的這個機關的一點點東西 也就是說如果把它通通換石英鑽你甚至不知道這是一個火災的 如果你沒有看到線路 那這個就代表說我們所有的方塊都一定要是不透明的 就是一定要全部都能換成不透明的方塊 而且要換成同一種這樣 那為什麼是不透明的就是說 因為第一個你看剛剛門中間有一排石英鑽 那個我是在前面有提到說那個是一定要可以充能 就是門本身可能會用到可充能的方塊 那再來就是說因為可以充能也就是說不透明的方塊 這種方塊的種類是最多而且數量也最多 所以就是說那個單字的定義基本上就是 你要通通就是這個門會被看到的方塊要通通都可以換成那一種就對了 好那基本上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就完全結束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 那底下這個連結是我的頻道和ABH037的頻道 那如果對我們的紅石作品有興趣的話就是可以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 這樣可以在每次我們有作品的時候就收到新的資訊這樣 好那就是這個漫長兩個小時的影片終於結束了 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有任何就是聽不懂或是學不會 甚至是說我這個影片可能哪個地方有問題 這個是一定要通知我 那就是聯絡我的方法就是有YouTube啦 巴拉姆特Facebook之類都可以 好那基本上這個影片就到這裡完全結束 謝謝大家的觀賞 好那我們下次見囉 謝謝大家